我們剛剛就準備了一個示範 可能現在很高興 就是今天這禮拜天要下午 大家可以坐在家裡面 玩玩遊戲或是看看影片 今天會有那麼多人來我相信可能是因為 就是我們有這個講題 其實觸碰到很多人 在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當中 許多時候好像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 工作的生活條件 好像覺得自己可以掌握 是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會看見 都是這樣形象的形式出來說 好像有一些超越我們渺小的個人 跟巨大的力量在影響著 多數的再多的天氣 或多麼自己的家人的生活 或是我的經濟收入之類的 所以我想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這種失控的感覺 實在是在這部分 還能夠覺得說 今天規劃這個簡體 那對大家來講 是比較必須要訓練 希望我們都要請奮多 希望我們都好好探討 什麼事情發生 什麼樣的脈絡 也要想到我們兩個人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怎麼做 這邊 大家在這邊有聽過 時代經濟運動的人 可以取下手嗎 對方 那首先不要晃一下 聽過時代經濟運動 原則上來講 你支持他的體驗的 HQ 那時候 HQ 好 謝謝大家 好 請各位 其實滿多人都清楚過 很多人都在支持 這個裡面 但是當然就如同 他就要跟支持的過程 他們的意識到 其實 嗯 實際的運動力量也好 就想說 彭林光老師有提到說 他的 給的答案是一個很簡單 很直接的答案 他其實離我們現實有點遙遠 而我們用現實 我們主要 正在面臨到的是 這些事情 就是不管是各式各樣 失業也好 或是各式各樣分別 我覺得也好 所以我們 在這運動 實在進行運動 實在進行運動 現在我們有 我們可以在 打開把這個 這個名字改成 都在開始 我們看到 音域之一的分別 那 哦 在開始運動 才會想說 要揮畫一些 雖然是 代表實在那個運動的問題 但是 很貼近 現在 我們所身處的 重重的風景 就想去 白亂 去重新的 強制 來分開 再想說 這些問題 到底有 要怎麼去看 裡面對他 那我們今天很榮幸 要成為 講講 彭麟輝老師 大家當然 都非常的熟悉 彭麟輝老師 他除了長期 他自己本身 他自己本身 就是今天我們在講 自動化 他自己本身 其實就是自動化 推動 他其實 他出唸的就是 控制工程 所以他自己就是 選自動化 可以 選自動化 交自動化的 就是 彭麟輝老師 除了他自己 在理工方面 專業之外 其實我們大家 更常認識到他的 當然就是因為 彭麟輝老師 這些年來 花了非常多時間 在各個層面 關切台灣的社會意義 真實情景 文化 當然彭麟老師 其實往往都對我們現在的 這整個 政經局勢呢 有很多 切創懇敬 但卻常常會覺得 大家 就是 各班的人 可能會覺得 不太高興的言論 那其實 正是因為彭老師 他 只講真話 所以呢 我們覺得說 他的言論 他會常常 有時候 不是只是在意識形態 他會常常在正名之間去做選擇 或者是討好 或者是忽厭 或者是他 真的關心他的社會 所以他會 講出很多 切創懇敬的話 一定有時候 也會覺得有 所以我們今天 非常很熟悉 我叫做彭麟輝老師 來跟我分享一下這個主題 他怎麼樣從表面的現象 一路看 然後身體的結構的原因 那另外呢 同時間我們也 邀請到了 其實借堅老師 那 陳借堅老師呢 他長期間 就是 年輕的時候 是個 激情人的開幕分 那甚至也 出場 各式各樣的 裝暴力革命 那 一路下來呢 他其實在台灣社會 不斷的 不管 後來 後來 推動各式各樣的 非道力抗爭的訓練也好 或是在 稅務 或是一些 經濟分配的議題上面 不斷地 不斷地現身 他其實 就從 年輕的時候 一直很希望能 建立一個 獨立而美好的 台灣國家 那 陳老師呢 他這些年 當然也是因為 他 心裡面都想了自己的 這個意見 所以 有的時候我們也會 遇到各式各樣的人說 有什麼樣子之類的 但 其實 因為我現在跟 建老師 認識也好 了解 直到他想來的話 就會發現說 他做的這一切 我的事兒雖然說 最後被一些人給扭曲 或是 被一些人給扭曲 但其實 後 他在做的一些 就是為了能夠追求一個 更美好的台灣 更美好的國家 所以我們今天 也非常榮幸地 邀請到 建老師 來跟我們和大家 就是在 彭老師的專題演講之後呢 建老師會 和大家一起 跟彭老師 來做一些討論對話 那 接下來 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今天的流程 等一下呢 我會把時間 交給彭老師 那 就是常常來捷舞的 比較批動的 那個 然後意識到說 所以 等一下沒有要做這場 沒有關係 我們下半場 有很長的時間 那個 我們下半場的時間呢 可能 我跟 彭老師講的 完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時間 我需要的話 我們鐵短修行的始終 之後 下半場 田老師先開場 我一定 或是提問之後 接下來的時間 都是大家 大家不管有 什麼問題 想要問 台上分享者 或是想要問一次 想要提出來討論 在下半場 都可以充分的上座 一點 有沒有 好 那麼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時間 交給彭彭老師 讓我來跟我們講 請 讓你掌聲 歡迎彭彭老師 然後 我覺得 umbles 每次 quickly 影響今天 的師爺 有非常多的 臨時 對我來講 同學自動畫的人 絕不容易 不前述在志動畫 自動畫這一個東西 他的源領導的名詞 叫做Cycle Magnet 我們就像Cycle Magnet的藝手是說 它是一個Machine Server 自動化的目的 必須是要把人類從沒有意義的勞物中指放出來 以便人類可以去做更有意義的書籍 我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講 你要單純只是有一個無條件的薪資 我說實話這不就像這個問題可能做不到 因為我們都在這裡多讀書 那就既有的 假如我們只有三個選擇 一個是日本主義加美國史的民主 另外一個是社會主義加過去的共產黨 第三個叫做德國 是一種很典型的東西 叫做Social Democratic 這是它的民主 所以那是用Democratic的Approach 要Achieve Social的Goal 那麼它的經濟的制度叫做 Social Market Economy 它是要用Market Economy 來Achieve Socialism的Goal 其實台南人一直沒有弄清楚 其實有第三個選擇 就是社會民主 如果是Follow社會民主的Approach 它是現在已經實際上存在的制度 它其實只要稍微深化一點點 就可以解決掉自動化引起的壞處 它的意思很簡單 自動化會使得製造業需要的人口越來越少 因此我們想辦法把服務業擴大 那我們其實服務業已經擴大了 擴大到你們都有答應 你們在答應上面幹什麼 做物業的事 你們都有支援型手機 你們在臉書上面做什麼事 當酸民 你們都已經這麼累了 你還有空當酸民 就是做物業的事 答應跟臉書的存在 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產業升級的 一個非常大的評審 什麼評審 我們的服務業 我們製造業不需要那麼多人口 我們服務業不知道要往哪去走 我們有一大量的spare的time spare focus 我們不算可以拿來做什麼 一個問題的事 那1930年的這一個金融風暴 有兩派最典型的看法 我認為兩派都更說 對事情的一半 一半是說政府把事情越搞越糟 標準的自家科學派 改正學派標準的說法 從農業到技術製造業 它有一個整個社會組織結構的改造 因為infrastructure 改造的問題 這一個infrastructure 改造的這個問題 不是那給自己用努力 enable 那這樣的看法其實在發展經濟學 尤其是內生型經營發展經濟學 以及支付經濟學 會越來越接受這一套說法 第一個 Society 當它的產業 在做一個大幅度的展變的時候 它自己不必然具有足夠的聾門口 去衝破那一個降板 所以我覺得很簡單的一個想法 我如果波索不是免費拿到點筆薪水 我也不覺得那樣 我如果波索很簡單 政府應該收稅 那所有的人免費做額外消費 就是強迫額外消費 因為第一個generation的文化消費 是要被體驗的 它不是市場機制 自己可以誕生的品薪 所以感應思學對的想法非常簡單 有效需求嚴重地做 我把這一個 我們現在有這些產業 農業 工況業 服務業 為什麼會有工況業 另外農業的人喔 農業效率提高了 有一群人沒有工作 我們就誕生新的需要 那就是工況業 工況業效率提高了 就保持一群人沒有工作 怎麼辦 我們產生服務業 服務業已經搞到這麼無聊了怎麼辦 我本來叫 我們創造一個文化產業 假如你問我 老師你作為一個工程師 你問的是搞資料花 我的任務化工地是會有什麼 我可以把它整合進 整個經濟學的體驗很好 再 我們不要叫主流經濟學 也不要再講 New Classical Economy 這個本名字在2008年以後其實都不對勁 2008年之後你不能說只有 芝加哥學派是Mainstream Economy 因為2008年大家都知道 New Classical Economic Model是問題的 在2008年之後 然後這個New Classical Economy 新凡事理會 已經開始要重新 產為他該有的體驗 在2008年之後 我們都應該要知道 整個經濟的發展有兩個問題 一個叫做有效需求不足 一個叫做有效供給不足 我們必須要認清這個事 不要在2008之後 還一整天都一直講說 需求可以撞造供給 供給可以撞造需求 全部都是呼吸的 我們確實經濟體就是有時候會先入 有效需求不足 有時候會先入有效供給不足 在能源危機的時代 就是有效供給不足 因為能源價格太高 所以當然還是理論無效 當然是芝加哥學派有效 2008年之後發生的問題 如果你讀過21世紀資本論 你應該要很清楚知道 我們發生的問題是 有效需求不足 所以當然是要講成無所規配 不管講哪一個 我們已經到21世紀了 21世紀資本論已經出版了 2008年風暴已經過去了 Mainstreet economy 就是新凱因斯主義加新古田主義 我們至少要有這樣的氣度 有沒有 底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談 如果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之下 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事情 就是說其實自動化的最後目的是什麼 你不要怕啊 自動化的目的就是 消除人類在製造業上面的角色嘛 以便人類全部去做服務業嘛 所以 我講故事貼你小孩子聽 沒有time story 你可不可以給我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月的什麼好費 我們應該去談這件事 但這件事情它不會像 實在性質那麼radical 會相對的跟整個 具有的制度的復活性相對的高 它是有可能這樣下去 我們另外一個基本概念 我們台灣其實是被自家科學派 把很多東西都給twist掉 而且這個twisting的程度 是超過它在美國的那個版本 所以我每次在罵台灣的經濟學的時候 我找不到史上的數 因為我們是比新自由主義更惡劣 我們是比自家科學派更惡劣 所以我們絕對比新古典的 Maple Economy 還更惡劣 所以每次找到一個現成的名字來罵 都有人來說無法用處 我知道他們真的 但是因為台灣實在是 被列到無力行的 那這段話並全球的話 全球的話 是就從經濟學的貿易理論來講 除非你自己害自己 全世界所有的貿易都是 就是誤會互平 這個叫積會成本的概念 美法鞋子本帶進來 這就是那個 我現在忘了講這個名字 好 古典經濟學裡頭就已經開始了 比較生產利益的 Rarity of Taiwan Tech的概念 比如說就有積會成本 它的意思就是說 你很強 我很熱 我給你貿易的結果 成就是會占平 所有人都占平 那比如說原來你的GDP是 一千億美金 我是一億美金 我們貿易之後的結果 很可能是一千零二億美金 但我是一億美金 額外加了一萬美金 創造出來的多一億美金裡頭 九百多萬通通被你吃掉 這個創多創造的利益不是公平 不是去賭回賠 但你會得到好處 基本概念是這樣 所以軍政化也不該造成問題 所以講 你要講國際貿易理論 經濟學就是 經濟學要講究極化 經濟學就是國際貿易理論 國際貿易理論 你大概很難不聽Paul Pluckman怎麼講 對不對 因為他是新貿易理論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Fundant跟推手 他也是拿這個 用這個拿到國際貿易 國際貿易 一載 一載 中文貝普跟 popular articles 一載多次世界 全球競爭力 這個概念 他一直在多次這個概念 他一直都只 一直堅持 只要講productivity 不要講 不要講什麼 比如說世界經濟論壇 的那個全球競爭力派 被他罵得要死 為什麼 因為這些經濟力的概念 都含有 我讓你選 此消彼掌 此掌 你就要消的概念 這完全對 國際貿易理論 感覺不是 違背最基本的經濟條概念 他只是分配跟不全額 那 所以 全球化 overall是好的 那 我這樣講話以後就是 洪老師你 大家拜託 我們感受到是有問題對不對 簡單講 自動化沒問題 但政府思路 它就會有問題 我剛才不是講 政府應該去想讓 算到文化消費 它應該用它的稅收 去算到文化消費 它沒有去做 這個地方 其實我剛剛覺得 除非有很清楚 政府的責任是什麼 有一個經濟學者 寫一篇文章 結論講了兩句話 我覺得是非常地棒 政府要做的是 我們政府每次說 它要拼經濟 我都覺得好笑 政府拼經濟你就要小心 企業家不拼經濟 好充政府 企業家不拼經濟 然後政府再拼經濟 要不然就是無效能 要不然就是在無愧搬運 結果都是無愧搬運 政府每次一拼經濟就是什麼 就有清典的皇家企業 皇家企業就跑出來了 然後就所有的 可以已經拿個錢 全部要給它 兩套雙心就是這樣開除了 你們小心 不要為06年第三個三套雙心 用一匹黃金 一匹黃金火薰 丟出來 政府拼經濟 就是這種假的 政府不是一拼子 政府是第一個 要identify market failure 所有有market failure的地方 政府就應該要入進去 但政府在解決market failure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慎防government failure 反正不是 反正是market failure 不要以它 想盡辦法搞government failure 所以我們是政府無能 才把本來是好事 全部都變成壞事 我們應該是要再講 所以其實不是經濟問題 搞到最後幾個都是政治問題 這個就是凱因斯 在1930年的一篇 paper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 Children 那也是那個時候 一大陣子他就擔心這個 擔心那個 他就去嘰嘰嘰 他說以後其實是 情勢一片大好 因為productivity會增加 productivity增加以後 以前是一個人的生產 可以讓100個人過一年 後來一個人的生產 可以讓1萬個人過一年 后来一个人生坛可以让10万个人过一年 所以凯因斯曾经预测过21世纪 人类平均上班时间每周15小时 他所有东西都对只有最后测速之错 他顾山出来的全球GDP是对的 他顾山出来的全球里比较低的体系 全部都是对的 就只有最后测速之错 因为他是凯因斯以路的很创伏中 他以为有政府在解决market value 他的基本的商权是 政府会负责属于market value 还没有想到 他还没有死人家已经不相信凯因斯理论 所以market value没有人管 market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market最大费率有处在哪里 distribution 市场最重要的function是提升projectivity 市场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办法做re-distribution re-distribution这件事情它没办法 市场是不可能做的 21世纪资本论简单讲就是在讲这句话 21世纪资本论说 基地平均成长率是这样的曲线 Coming again的成长率是这样的曲线 所以最后capital gain一定会的曲线 会跨越GDP成长率这个曲线 意思是 持长如果政府不干预 持长有一天 GDP百分之百会成为capital gain 意思就是工资为赢 工资为赢的意思是有效消费为赢 你不可能请地保的那些大爷们 因为财富都在那里嘛 你没办法请他们每天 每年吃要100万公吨的白银 然后500万公吨的大银 你不可能请他们吃这么多东西的啦 所以这种消费都是要靠我们这些群人 所以21世纪日本人在讲的事情 表面上最问合的讲法叫做 因为capital gain大于GDP cross rate 所以评估差距会扩大 其实这句话是非常mine的 这句话in the end 意思是capital gain等于GDP 然后有效需求者第一名 Market的一个人是怎样 修理不道理嘛 所以资本主义是他的绝目工人 这句话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叫做21世纪资本论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因为这本书 而去排马克思 因为马克思是用speculative的approach 说如果没有政府的建筑 最后资本主义会消灭他自己 那是完全是一个事变性的 然后到了Thomas Piguet也是说 根据过去两三百年以上的实证资压 除非有战争或者变化干预 Otherwise capital gain大于GDP流水 In the end Market economy or the day 资本会消灭他自己 他就讲这件事 所以他就用实证的方式 证实了马克思讲的是对的 他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就导出来 有一个在日本主义黄金年代 1945到1975 这三十年内 就是Thomas Piguetty 所谓的地外期间 这例外怎么发生的 这例外其实很简单 1945 什么时候都知道这样结束 共产世界拼命扩张 在全世界扩张 向着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 都啪啦啪的要死 所以他知道怎么办 我讲的最简单一件事 韩国的工会 工会远离台湾发达 为什么 请告诉我 韩国的工会 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历史 不需要非常复杂的历史 试试 整个人疾病的康文政治 就得到复权理发 韩国的工会 远离台湾发达 为什么 韩国的农村所得 曾经超过都市的所得 为什么 普正西是一个被罵成 类似军阀的人 不要以为他是什么军 他不是什么军 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的 这么好讲 很简单 因为三十八路线 不过就是共产党 有共产党当邻居的国家 都懂得善待共云分枉 要不然他就是一样 所以他们讲1945到1975 是什么意思 全世界都在防止 共产主义扩张 防止共产主义扩张 最后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让底层的人生活好 所以财富从分配非常认真 不管你叫他社会主义 叫他什么主义 学院通通都可以 他非常认真 在做财富从分配 一做财富从分配 我们刚刚讲的capital game 大于GDP国所有之间 这个漏就消失掉了 所以 真正打败马克思 抢救了民主政治 跟基本主义的人 叫做财富从分配 1975以后 为什么又出事情 因为1975之后 芝加哥学派起来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媒体 才记得他们发现 苏联的武器非常的弱 所以让他们不怕共产主义 所以政府的戒指消失了 这就是我们新资料主义开始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我们这段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 资本没有能力做分配 那这个概念 其实在肯英诗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帝子 叫做Shar 所以我希望她也是非常出名的 Tandridge的经济学者 她后来拿了英国皇家学的一个词 她就写过论文 谈了一个问题 很多东西市场都有所谓的 相反的机制 可以自己打成Pain Balance 所以政府不需要去干预 但有个东西一直有问题 但是不具有 我们读的经济学 其实叫做关需理论 关需理论叫做剪刀型理论 剪刀型理论的基本概念叫做 两个矛盾的因素 同时作用就会达成平衡 但数量上升的时候 这个价格 价格越高 需求越低 价格越低需求越高 但关羁跟需求刚好是两条下半曲线 所以这两条曲线 才会达成这种平衡 这个个体经济学核心概念 但是一个公司出去外面赚了钱 赚完以后回到公司 现在一个问题 百分之多少要当股东的预理 百分之多少要当工资呢 没有剪刀型理论 在企业内部是没有剪刀型理论 这是一个价格的过程 所以它就产生一个事情 像比如说 如果是在德国 德国直接在威马共和国的宪法里头 就直接讲 毛维安跟资方在政府企业中 都必须享有完全均等的处理权 这一段下来 德国就得认真坐下来 你就会看到今天德国的状况 德国为什么工会这么发达 因为德国的工会 可以享有宪法上的底部 那当然这也是因为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所以市场最严重的问题是 它没有能力做所得分配 所得薪资叫做一次所得分配 税收之后过来的叫二次所得分配 台湾是严重的 不是没有一次所得分配 一次所得分配 政府正在的资方 一直压榨牢房 那你一次所得分配 就平坦资方压榨牢房 你二次所得分配 你又自费无功 所以台湾一定会发生很多 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台湾会产生 台湾看到一个具体的现象 GDP往上冲 工资往下降 失业率往上爬 大专教育拼命去 大学供应过升问题越严重 我们在台湾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状况 很多人说大学生22K 因为大学生供应过升 因为大学生的教育水准太差 那全部都乱乱乱 你去查韩国 韩国的大学生供应率远超过台湾 所谓的大学就学率有两个名称 一个叫进就学率 一个叫出就学率 现在第一进就学率 你会比较容易懂 进就学率就是 19岁到24岁的狗当分子 19岁到24岁的大学生当分子 一定小一百个生 对不对 这叫进就学率 全部都是适临的人当分子 适临当分子 另外一个叫出就学率 分母无变 19到24岁的大学生 总成数分子变得 我所有大学生不管你几岁 全部都溜进来当分子 这个理论上有机会超过一百个生 但是很难啊 想也知道很难啊 让人没事 24岁以后还跑回来读书 一定是exception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出就学率超过一百个生 韩国出就学率一百一六个生 你说它发生什么事 那大学生的工资一直增长二十几年 到二零八年动长 不但大学生的薪水一直增长 高中生的薪水一直增长 涨到二零八年才动长 所以从此以后不要再讲 因为大学生光阴过剩 所以大学生薪水改动一下 不要基本的 实证经济学的概念 台湾人谈经济学 就像是在谈神学 完全不需要看实证的资料 非常奇怪的一个国度 好 所以韩国跟台湾差别在哪里 韩国的企业家有能力把教育水准的提高 转换成productivity的提高 那就会换算成TDP提高 然后就责赚一部分给他的员工 就会变成薪资的提高 关键是一个地方 他把教育水准提高 有能力转换成productivity的提高 台湾发生什么事 我们没有能力把教育水准提高 转换成productivity的提高 然后反正倒过来在那边一直怕 制动化会不会造成失业 全球化会不会造成失业 我们不懂得管理政府 然后变成我们要畏畏缩缩的 然后变成制动化 我们可以不要全球化 我们不要文明 我们什么都不要 对了 我现在讲一个最基本概念给你们听 全世界先进国家的 政府的spending都占GDP 40%到50% 台湾只有20% 你知道什么叫government spending吗 我们收到了自家科学外星 我们说那叫做浪费 你们有去过日本的兴趣吗 喜欢日本吗 去过日本 而且讨厌日本的兴趣是什么 好 很特殊问问问问问问 你为什么会喜欢日本 你为什么会喜欢日本 有没有不懂 你们大部分人不懂治理 我们公共不合逻辑 我都问他们这个问题 你又不懂治理 你也不知道人家的想法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人家对你是善良好还是歧视 你也不知道人家交易制度好不好 你也不知道人家守得会被公对不公平 你也不知道人家两千块钱好不好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为什么喜欢日本 就觉得舒服吗 你在日本最重要的两大感受是什么 舒服 还有呢 吃的安心啊 各位 GDP有两个算法 一个叫GDPNAMI 一个叫GDPPPP NAMI我们去定义 PPP的概念 用购买力计算的GDP 一般而言 因为我们主要的生活 是在国内和不在国外 所以一般而言 经济学者去衡量一个国家的人的消费能力 偏重GDP低利 GDP的PPP 我说我先认识谈这个东西 台湾的GDPPPP 购买力计算的GDP 台湾的购买力跟日本的比较 20亿 对不起啊 一定要靠偏赞 不要做钱多少 你认为台湾比较购买力比较强 还是日本购买力比较强 认为是台湾的情绪上 认为是日本的情绪上 各位对不起 台湾比较爱 这么富裕的国家 我们该不该自得安心 我们有没有资格自得安心 就问这些话 有没有资格自得安心 有吧 这么富裕的国家 我们有没有资格干到水口是干净的 有吧 你全部丢下去水口会干净吗 这叫Govern Service 政府最重要 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服务业 全世界都是 台湾为什么不要政府服务业呢 我提两个问题 你这么有钱然后就住在猪舍里头 你说是不是 我们住得像猪 我们吃得像猪 不是我讲的 十几年前有一个英国人 讨了一个台湾人当泰胎 离婚的时候打官司 英国的这个律师 真的在英国法院提出来 他要监督权的理由是因为 台湾人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那是一个不适合让孩子生产 不适合为 这不是语言语言语言 这是objective observation 我们到今天 你就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我们一起都太穷 所以不得已懂不懂 你现在的购买地方 或是我们什么女孩在不得已 台湾人是非常奇怪的 不得已的民族 你知道吗 我们什么都可以 一直不得已下去 我们很多基本的 empirical data 我们都不懂 所以第一个问题 你有钱呢 你不要住得像猪 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有钱呢 你不要吃得像猪 好不好 我求求你 你如果不为自己的面子 你起码为你爸爸妈妈的面子 好不好 你不为你爸爸妈妈的面子 你为儿子的面子好不好 你说真的很没面子 你们到底把钱拿去哪里用呢 买棉窝金 还没有 炒房地产 炒房地产才是最神经病的死 除非你家有三栋房子 否则房地产涨价你绝对是输家 你不要说我是脖子 我爸爸妈妈那一栋里都是我住的 我很想 等你爸爸妈妈死了 那房子已经倒了 只剩下一块地 房价涨了 你根本没有钱把它盖回来 除非你有第二栋 把第二栋的地平派人来盖 原来这栋栋 所以房价上涨 台湾90%的人是受害者 我们大家很高兴你知道吗 我们还会说 就是啊 哎 你就没做事 滚地方都没反应啊 滚到的地方没几个啊 真的是做贱的 人家不健康 你还要人家健康 我们第一个是把钱搞去 他去做这个用的 台湾人有钱 全部拿来找他 这是第一个 我不了解的事 第二个事 大家一直都担心事业 你为什么要担心事业 有一个非常大的服务业 你要不要发展 可以 基利币都拿到什么什么 要不要发展 那个service 就是一个服务业啊 我们被人来把水扣都干净 为什么说这个叫浪费 准备你认为你是猪 你不是猪 你就应该找人把水扣清干净啊 所以全世界有一个叫 Coverment Service 有一个叫Promment Service 这么庞大的服务业 成的 再加上我是个工资 自动化工程师 我就更觉得奇怪 你们到底在改死吗 我们自动化拼得要死 我们现在已经把人力 节省了这么多 为什么你们不把人 拿他做服务业 为什么你们还没有人说 可以讲Betang Store 然后换进服务业信息 我们现在 Promment Service 这么高啊 我们连智慧型手机 都这么别离啊 不用说智慧型手机 我在想说现在 生活甚至也不要 是智慧型手机 这是丢在地上 都没有人要的梦 这我们办法要看到 多新进的科技 不要浅 所以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情 我们缺的不是职业 我们缺的是什么 一个正确看待社会的问题 对于对于我乱 其实不是只有我们搞乱了 整个受到芝加哥学办影响的国家 全部都出了这些万集 我们是在超人家的万集八道事 国外的事业也重到什么程度 这个是加拿大 他们有一个国家籍 国家籍的一个学术团体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是这个代号 在Ottawa这个大学 举办了2015年的学术研讨会 这是学会的年度的讨论 Symposium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Futures 确实他也把事情搞到黑漆 为什么 这是美国加拿大通用的办法 毕业了一天 恭喜你毕业了 然后就失业了 高教失业全世界都很严重 这个是狭义定义的失业率 这个是把部分公司 跟作者性职业算进去的失业率 跟高美国大学生失业率 把没有被拴到的失业率 我们再看一下一点 你看美国大学毕业生 只有42%的人在appropriate job 就是适合大学毕业的工作 有26%是在high school的appropriate job 也就是高层定居 变相的失业 他叫under and trauma 这是根本就是失业 这个是outernable force 这叫做作者性的失业 在Vegan School里面有一个很高比例 是隐藏性失业 所以你满足不算钱 比较大学是麻烦的 其实也不会做失业 这是一个 只要相信政府的spending 都是浪费 这种想法的国家 都一定能处理证明 因为你放弃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跟一个 我们deserved service 我们制作化就是为了让人类 可以不要做路遥的事 可是你一直不懂 对不对 所以才会搞到工学院的教授 去念经济学 不是为了我做事 因为你一直不懂我们在干什么 下一位 那我们下一位 好 这是英国 你说 美国可能有大学生工业过程 好吧 英国的大学生入学率只有30% 他照样失业率非常的严重 嗯 嗯 OK 大学毕业生坚就高中升职缺了 从37%一直上升到47% 好吧 所以 加拿大很惨 很多大学毕业生被管 说 现在没有工作 但如果你愿意当没有薪水的intern 大小型给你工作 然后以后我缺 你从余 你这个缺 所以就搞出了一大堆 没有钱的那些人 这个事情 我知道对新闻的时候 我人在爱尔兰跟我孙女儿聊天 我孙女儿不信已经 她的mother language是中文 那她的first language就可以定义 那些人跟我讲话都是用英文翻译是中文 这样过来 另外一件事 她告诉我说 slip 我就很压抑 小学三年级 你懂不懂slip 我说你知道什么叫slip 她老师有教 我说你讲句问题 她说 One has to work But I have to work 这是什么 这个是比奴役还更糟 为什么 因为我私底下忘了一件事 nonpaid 但她有地方住的地址 这个 没有钱的intensive是什么 unpaid的intensive是什么 没有paid 吃自己 做自己 但比奴役还强 而且这个东西很普遍 普遍到什么 US Department of Labor Guide Line 来告诉这些intensive 一个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告诉他们说 你们要为保护自己 然后呢 加拿大米 我都有一大堆law firm 在专业在做这个law firm 你说那种非常popular的状况 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保持这个现象 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就开始有一种想象 以为我事业是因为机器取代的人 直接的原因是这个 但是其实这一个事情有非常复杂的解决的方法 你不该去动不动就圆居我们这些制造的安全事 我们是好意 我们不是怀着还善意做坏事 是你们不会用我们 所以你们才搞得外天 sorry 一定要骂经济权责跟政治家 绝不该骂公共产法 我肯定你们把predactivity提高了 我肯定把你们把没必要的时间减少 好像德国他们就会通过全国总共会 干脆自己调降公时嘛 所以调降公时是其中一种方式嘛 就是增加你的立举态嘛 那是一种办法啦 所以凯因斯才会觉得说 没事啊 政府规定 以后每周工作15小时 然后就充分就业啊 凯因斯理论最重要就是要充分就业 怎么可能让你失业嘛 对不对 所以政府规定每周工作15小时 为什么这么想 但是人啊我就是很猜 活动规定每个人工作15小时 就会有人偷偷上来的办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才会后来才会想说 那算了政府收税了 我就弄每天晚上给你这个 classical music altern music altern concert 对不对 他有那么多美地漂亮的地方 文化核酸整治干净 对不起各位 邀请你来参与一个绝不疯狂的故事 我是工程师啊 我是那种图画出来 这个可以把东西做出来的人啊 我不来全群啊 除了我在家里练学书的时候 我现在在外面博士帮助 请你们跟我做一个故事的事情 我们愿意把一部分前 丢到黑窗户 把它丢成问题 我们让台湾的所有公共空间 跟日本欧洲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干净 一样的舒适 我们好好训练 我们的文科跟美术科系的学生 我们让全台湾 所有公共消费场所 眼睛看起来 耳朵听起来 做起来 舒适程度 就像日本道具 这个做得到吗 你这是做得到的事吗 我们要做出 Apple是不可能的事吗 但是我们要改善生活 完全都是要不要的问题嘛 是不是 我们就让大家 这么样舒适的问题 好不好 我们好好训练 我们餐饮业的人 包括你外园区毕业 你要当出色大厨 没问题 我们把台湾的所有的制度 好不好 就是台北 台北的平均的餐饮的水准 跟上东京 这做得到吗 舒适程度比较上东京 跟京都好不好 餐饮的好吃程度 安全程度 比较上东京 好不好 不是 讲完的 你知道世界来发较粉丝吗 蛤 你知道接下来发较粉丝吗 那可能就跑来消费吧 不是吗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 这叫服务业出口 这个算出口 这就叫出口 你只要把自己住的地方搞好 就出口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修改环保法规 容许更脏的工业 然后呢 住的更像住 吃的更像住 然后结果的出口 这什么脑袋 这谁叫出来的 竟然还在大毕业呢 所以 经营一个社会的方式是非常多余 非常丰富的 我们一直停留在 八年刚才 我就记得二十年前 我在清华东京系 新会议 有老师提议说 现在台湾太热了 我们那个教室可以装免机 就装免机 然后也有老师就说 不行啦 这样太浪费了 我们想时候 年轻的时候 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最老的七十多岁 那就说 再走 各位老师 我是十万金银 十万俊 我总过了十几万公里的路牌 我那一代才需要这样子 我那样努力 不是为了让我孙子 跟我一样打八年看战 都已经环境不一样了 你为何不给他们吹冷气 你没钱了吗 那环保是另外一项 一项 我说今天是一个 五万五 GDP BPP是五万五千米 那Minnocent 都超过两万米 我们为什么要吃得像猪 住得像猪 所以其实有一个很庞大的产业 等着我们去开发 为什么我们不去开发 我们到底政府把权拿去哪里 你不要老说怪政府 我们同意大爱 我们至少没看一页 下一页 所以 当然 左派一直在讲这些事 讲这些事当时是可以的 你不能讲到21世纪 还用这个语言在谈吗 因为 在马克思的时代 没有德国的Social Market Economy 在马克思的时代 没有德国的Social Democratic Party 确实是通过了马克思 通过原始 共产党员 通过罗沙 卢森堡 他们争取到 资方跟牢房购置 我们已经有马克思跟恩格斯 所不知道的新的model 我们要不要用 我们要不要更积极的去看 人类文明的开展是什么 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是政府扮演的好 整个所有的东西好处 就会出来了 今天出的问题 不是日本主义出问题 今天出的问题是政府出问题 所以它不是究竟问题 它是个政治问题 下一个 你看 机器人来了 光影下来 可是我刚刚在这个节目 已经跟你讲 他可以不下人 但是半天在一个地方 你还不要财富重分配 你做了财富重分配 他就不怕 你就不怕了 那如果财富重分配还不够 那没关系 我们再来减少工资 减少工资 我们大家好好享受 我们为什么不做点有意义的事 我们会不会一直在拼GDP 然后拼到 不让我们家小孩 没有能表示 有一天只在 人家告诉我台北人 我一个台学生 从台北人 我刚才也已经衰了 非常已经衰了 他年收入是 看情况 看行业 八百万到一千多人 这是他也衰 他在台北 有一栋40平台 蠻贵的 为了工资 我的经纹 他在生活以后 他跟他讲 我说你其实也不需要大方 你就是一个普通工资 酒店 为什么 他三餐都是为了你 他王道根本没有 他三餐不只是外面 还有什么 早餐 他一谈总餐的生命 中餐谈 中餐谈 中餐生命 晚餐谈 一百再分析 所以谈完 不要处理工资 那现在因为 三七行动物算在方便 就吃完饭 然后找一些咖啡厅 然后就开始 他那一家就开始 去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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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他老半天 我发现他连续工资 除了那个料理他 他都没有床 他没有床 他没有床 可不然他只需要一张床跟一个女生 所以我帮他算完 他也说 结果只缺失 除了他没有床 你连生活都没有 你需要一个家吗 我们出的最大问题是这个 我们怎么会GDP越来越高 然后越来越没有的生活 我们怎么会GDP越来越高 然后越来越不敢生下孩 所有经济学者都够似我 经济发达的问题 是会让人有更多的选择 我也觉得对啊 那心理上就不对啊 但你不能乱怕 我们都也一定要找清楚 问题是在哪里 政府出事情 你们听我讲到现在 你有可能会觉得 你给经济学者一挂 没有 我骂我 其中经济学很多东西我都讨议 我只有一件事情 合适 明明 资本垄断是来自于特权 而不是来自于自然短断 这些经济学者每次都把特权垄断 误以为是自然垄断 完全加速度很大 很多社会上的不公不义 经济学者因为没有实证研究 没搞清楚 那些经济分别的一分清楚 把事情都弄乱 最重要一件事 到今天一直在讲小而美的事情 我不反对小而美 但是在台湾就把它讲成 只要小就是美 小的重有很多很丑的 你不知道 重要的是 美不美不是大变小 我们下一页看看 最下一页 最下一页 这一个是 对 对 有没有看 各种东页的这一个场子 跟Home有关的部分 我反正等到整个整齐 往下里面 刚才都往下里面 刚才都往下里面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那里面 有没有 就是 智慧型机器人 会不会去取代谁 你看智慧型机器人的诚实在上去 第一些机器人 他在取代的是越来越高阶的东西 我们知道 这个趋势是这样 如果政府不管理 我们其实 两个不同条件 你不要一句话叫做 自动化一定导致失业 不是这样 你要说两个case好不好 自动化但政府有效管理 是人类的服用 自动化但政府不管理 是人类的恶望 我这样讲 我相信大家 已经讲那么多 各位了解这句话题 对吧 所以问题不是自动化 问题是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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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来看看 好我们先来看看 这是蛮有名的一本书 他们在讲这一个 Skermission Edge 会怎样子带动整个社会终结 美国人 先来看看 这是 会被罗马取代的十种工作 我老实讲 这些武装都不怕 有没有锁 我们修了 我们已经走过 因为农业的转换 然后呢 有一大堆需要去公管业 然后因为这个 这个 这道业 就业已经满了 有一堆 那些服务业 这个全机选是非常重要的 但不是必要 一样这个选积选需要政府要去 因为这个选积选里面所带动的代价 有人失业对不对 可能就政府要去负责 那你说为什么政府要负责失业 你政府不负责处理失业人口的社会保险跟社会福利 你就造成台湾今天恶果 什么恶果 台湾今天就是因为政府耍赖不支付社会福利 不支付社会保险 我先讲瑞典 王队长宣布瑞典跟丁导 企业不好就让他导 管理营党有多大全部让你导 导了以后怎么办 导了以后就马上就新生 我每个礼拜下去给我的中医打过 我的中医是非常好的中医 这个进华物理系毕业 进华物理所说是有系统性概念 然后中医高很重 他真的是监通中医医院物理学 我就问他把他问在干什么 他说因为你有些微学罗堵塞 他工脑都挤了 所以只要把他破坏掉 他就会刺激他就收拾了 他的工脑就会回来 其实失业对社会是个良性 等一下还是一样有决定 其实我集体都一样 光明是你们政府不喜欢的东西 我说他是良性就挤掉 只要政府好好处理 马上就回头就好了 如果政府有好好处理 失业对社会是良性 举个例子 对不起啊 我对你们没有偏见 只是为了举例 我把我好朋友算进来 你们比较过去的东西 江教授是老好朋友 讲究你们是全台湾能力最差的3% 那不是 不是 你是全台湾最差的老板 能力最差的 他不是你的人 你让他倒 你没有能力使用之力 我就让你本来就该倒嘛 你倒了你就到别的公司去上班 找一个合适的工作 我看是要当客员还是要当客厂 他们可以到好一点的公司去 他们才可以人尽其才 所以失业对一个社会其实是好的 社会是通过失业的过程 把资源从无效利用的部门 调度到更有效利用的部门 OK 这叫优胜劣办 市场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优胜劣办 但你要注意这些事 那这些人怎么办 这些人就是市场不能处理的部门嘛 他今天应该怎么样 你如果是在德国 尤其是在那个Hot Reform之前 刚刚过来 没关系 你事业啊 你可以领失业前的薪水 你给我找一辈子 照失业前薪水算 台湾不是说三个月以后就没事了 政府不理你 他不是说要领一辈子 为什么要领一辈子 这会有一个非常奇怪的非常分实的想法 你可以让我门底的叫做什么 你可以有尊严的拒绝没尊严的工作 这是基本人权 这是基本人权 我可以拒绝没有尊严的工作 政府要保证人民可以拒绝没有尊严的工作 我是总经理 我工生倒闭之前 我的薪水是月薪一百万 你要保证我生活水准 我失业的一个月六十万 我的自尊心需要六十万 那你要我去就业六万块了 不行啊 这有商我自尊心啊 我大财少用啊 我人没有充分被发挥啊 你又给我时间不断去找适合我所长的啊 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嘛 就是你们可能会觉得 哇非常的好的嘛 那我们讲另外一个伴侦 你当年就是因为年轻嘛 不懂事文 你决定要当工具母鸡的工程 OK 当年二十年 倒了 而且真的工具母鸡被中华民国把他辞掉了 市场萎缩了 不需要那么多工程 怎么办 他可能经过三年的再就业训练 他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啊 所以保障他的生活水准是为什么 是为了让他可以 经过重新训练才可以再就业的人 我最气于那个芝加哥学派就是什么 你是杀猪的对不对 失业啊 明天叫你去上班 其实不连你 你个classic model就是这个嘛 立即在就业 完全没有从社会学的立场去考虑 这个无效部门的人要到有效部门 他有一个转换的社会过程嘛 他有一个social process嘛 这个social process不是market能够做的嘛 就不要去做嘛 所以你要搭配什么 你要状态性破坏 你要优胜劣败 你要把失业人口调入到更有生产力的部门去 你的前提两个搭配 一个配套 失业福利跟失业组织 另外一个配套 在就业的辅助跟教育 如果有这样东西 你当然是 不能说失业的口越拖越好 但你绝对会乐于为止 往一种稳定的失业 以便一直把人从地教能往高教能不能 对不对 北欧是这样理解他制度的社会人体制度 北欧认为他的社会福利制度 是使他们有办法拼进权力做人力调度 他们真的敢让市场这样搞 那2008年经济学者通通都在讲 要增加工作的流动性 台湾的这些牌子竟然 竟然就把他理解成说 他要让fire的比较容易点 不是这样啦 这是事实的一半啦 要让坏人容易点 包括什么 要让他迁居容易一点啦 因为你 底对率记得哪页 消失了对不对 消失就消失嘛 受了不起嘛 我政府负责贷款 我负责政府有全道的嘛 全家要搬家 我政府有相关的机制协助你嘛 你要在就业全道机制协助你嘛 对不对 就是要反应不要嘛 我们去搞不定高级产业流生不好 但你要一个完整的一个配套 所以其实本来社会学里面有一个分支 就是叫经济社会学 那非常非常可惜 我们明镜长是带有一个 国政顾问是台大社会性的教授姓氏 我们叫哇 很有奥费的二名 像萧欣华 是不是 是萧欣华法是不是叫萧欣华 萧欣华法 萧欣华早期就是带动台湾经济社会学研究 非常有名学 但那个时候的野心跟口碑就是 他们对台湾经济事务的理解 超出经济学者 确实是对 就是在差不多我这个年纪上下的 台湾的经济社会学者 那么好多啊 拿了博士最不研究经济社会学问题 所以台湾的经济学就变成这样几量 所以整个国家管理那个经济的process 变成一堆轰动的数字 没有一种跟社会的整个脉络 没有能够接通的一个部分 所以才会整个经济学的整个解释出问题 那那整个社会脱节掉 好 所以有风险的职业很多你不要怕 我们重要的其实是 productivity 高了 最好是装造新的工作 没办法装造新的更有意义的工作 不然就减少工时 其实对我来讲 年减少工时 我都已经觉得有点负面了 我如果可以在我喜欢的情歌给你听 换一个月的薪水 我为什么不差 我为什么要在家里休闲 我如果可以讲装子给你听 换一年的所得 我跟你讲不要这样说 你真的有诚意要出钱听我讲装子 一天损的我都利益讲 我就是没喜欢讲哲学没有人要听嘛 我如果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 我为什么不做我为什么要休闲啊 OK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市场可交换的东西 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在市场上不可交换 这就是广义的notic failure嘛 你政府要去判断交换的机制嘛 判断交换不出来怎么办啊 我政府就摆明了 你们如果愿意支持我当总统 30年 讲好30年不只把我判掉 对不对 我就可以更新无阻 对不对 我更新八套 我30年内我就公开 我拿25%的GDP 全部买5.5元 全部是撒在把水购弄干净 把你听到的声音全部都让干净 不好听的 我政府或者出钱或者立法 就这样不好听的声音该撒 我让台湾是一个优美的代理 光这样人家就来观光小飞 台湾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之后就全部搞服务业 有什么不好 服务业是最冷静化的行业 对不对 我们工学院很多学生 后来不喜欢干工学院 干工证实就是干不到人嘛 整天关在天资里头嘛 对不对 所以服务业是一个很好的产业 服务业 这些人都没有好厉害 服务业非常有趣 服务业可以是越来越细腻 表面上越来越没有效率 因为效率讲的是点 服务业可以是越来越细腻的 我讲的是指 所以永远不会失业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管理的问题 是我们对社会 有没有一个好的vision 然后这样的一个vision 我们有没有一个consensus 有一个共识 然后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 我们懂不懂得去管理我们的社会 我们有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服务业 变成我们的policy 所以台湾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要学会 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社会认识 不是空想认识 踏实的社会认识 然后懂得社会管理 这才是我们可以留给社会的建筑业 的东西 不是什么皇帝长一直讲 一直讲 我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皇帝长泡沫发指数 我查过六个 都是160%到200% 他都说100%就泡沫化了 六个指数都160%到200% 我们有没有办法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因为那个指数的英文名字 叫affordability 翻译成中文就是说 老师有钱我就负担得起这么高 那台湾人多有钱啊 我们房价这么高 是因为我们这么有钱 还加上因为我们这么重 人家有钱是用来创造 下一代的福祉 我们是用钱来创造下一代的货行 让下一代看不到 你为什么不把钱拿到水沟里去丢 你把钱丢到水沟里 都比你把钱拿到房子上好啊 你丢到水沟里去 你孩子还是觉得买了几房子 而且水沟变干净了 你把钱拿去丢在房子里 你孩子买不起房子 然后水沟涨 不是一样涨 是更涨 所以我怎么发展会出了这些问题 算了 所以是这些事情会发生 但是你不要怕 所以你那样口号油就讲给你 绝对可以口号你啊 我们现在的自动 过去的自动化 第一场自动化是取代体力 后来是请代寄钱 现在是取代思考这个视觉 因为我退休前 就是在做视觉自动化 我退休前告诉学生的 一句最重要 上次讲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去看 任何一个工厂里头 还有工厂 基本上八九成都是 因为要用他的眼睛跟视觉来 那就是我们做生物吧 我们只要成功了 就可以让这些工厂 那我没有坏心 他们就离开工厂 工厂一点都不好玩 为什么一定要把他留在工厂呢 就离开工厂 看你是要开意大利餐厅 还是你要唱歌 还是要讲个top story 我们应该去创造这些产业了 那因为大家都有自私 大家都有小气 你要我说你没有工作给你钱 我受不了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说那好吗 我们大家来通过政府 我们大家都认为 孩子懂唐诗是好事 对不对 那你什么不得花钱 大好吗 政府今天都要编 GDP师的圣语 想要教小孩子读唐诗的 统统来我这个影片教 我这样挑战稍微很夸张 但我应该往这些方向去思考 如何让有利益的人类活动 变成可交换 GDP为什么了不起 GDP是什么意思 我为你做一件事情 你有给我钱就不算GDP 我为你做一件事情 你没有给我钱就不算GDP 了解吗 所以你大概为你做的事 在GDP里头不看 可是你如果可以跟他说 这样好不好 你怎么办我可以两千块 但是我到处送你给我两千块 然后你就报给财政 你当然就做事情 所以我们的经历人 最大问题是 有价值的人类活动 没有办法确定 那你没办法确定 那中国政府就是一种确定方式 所以我如果 我就是延续十年 我每年古典 用一%的GDP 我就是办真的很棒的 意外的 这个 补典音乐 一定会有那么小气的人 每天电子都在报 用掉我一%的GDP 政府经费的10% 我不听怎么行 听不懂我也要听 我就是要你解释 你听不懂你就外带要听 一代听不懂 第二代不小心有一半年听得懂 下一代再有一半年听得懂 用武器这样把它淡费掉 才终于创造出一个制造业 1930年就是这个问题嘛 制造业有技术 可以supply 但成本不够低嘛 因为量不够大 我觉得我没办法自动化生产 那因为通过战争 所以搞了大量的自动化生产设备 所以战后的可达低率有大伙设备 所以制造业就变成是 所有人都可以享受 不再是设计大量 那今天也一样嘛 为什么没有文化消费 因为要设备 因为消费者没有消费能源 没有消费体验 有效需求变种 这只是因为我喜欢文化 所以我就讲文化 你们可以谈别的东西 但这个整个的概念 自动化过程 其实是要让人离开明义的老人 然后希望我们去创造新的动力 我们未来的话 你将会把人类 会分成A主动力 如果你停留在制造业 你如果不停留在制造业 就不会有这个动力 A主是这样 他的这一个能力 就是自动化的能力 因为智慧化 他的智慧化能力越来越高 他最后会超过85%的成 他们的程度能力都比较差 这一群人是可被机器取代 但不一定会被机器取代 前提就是 这一群人如果愿意给到工资 比自动化的工资还低 的成本还低 他就可以有工作 所以在台湾 那个PC版 是自动化的机器在超越下 但是在中国大陆 它是半自动化的机器 然后呢 比较困难的 因为它是能够造成 因为它能够太低 所以我们将来被迫 因为你的能力 比自动化机器强的 这群人 比如说MIT的工资 他们将会有非常高的收入 所得越来越高 都是A主 但是制造业会有B主的 B主的 B主的能力 是可被自动化去代表 他就要跟自动化设备竞争成 所以他的薪水就必须要 低于自动化的成本 但自动化的成本 会一直下降 甚至自动化成本 可能会下降到B中线底下 如果政府不去处理 就会跑出 有超过85的胜德 受得在B中线 或B主 如果政府不处理 中南海人的机会是不够 但他就不会再学习台湾 他直接讲完台湾 这就是充满着关闷性 所以这还是政治问题 下一页 你看美国就是一个 不好好去搞这件事 所以他们搞出这样的产业变化 制造业是就业人口最多的地方 却制造业占着GDP一直往下跌 然后在GDP的percentage 上升的是基农业 没有那么好开心的 但是人均产值上升 而不是就业人口上升 所以就业人口没有增加 他们走的反而更加了 然后这一边是就业人口 想要就业人没有减少 但position在下降 那你就会产生表面上叫做 功过于求 他价格就会用 市场机制就会被架下去 然后在经济学的白志就说 欸 这市场机制啊功过于求是必然的啊 与性质量比较低啊 你把结果当原因你知道的 我是一个军纪社会学 从社会学角度看 我不会只接受结果 我知道现在功过于求啊 我要问的不是功过于求有怎么办 我要问是 我如何让功不过于求 我要往前步 功过于求是攻击太多 还是需求不足 对不对 我可不可以装造攻击 对不对 我不会把 我不会把一部分人调走 减少需求 所以这个我要去处理那个前面的事 可是很多经济学的人就是 攻击只需要给定 需求主线也给定 两个人都给定 他底下讲什么 谈谈略政策 攻击线绝不是给定的 需求线绝不是给定的 你都先给定 那没什么好讲的嘛 我们中研院院院士 去当经济会议会 还是一样 先给定的供需许件 然后才开始来需求 中研院是有脑袋 所以你看这个专业服务服务业 是什么东西 就是大学教授 就是Facebook那种地方 Facebook你不能叫他说是造业 他什么业也没有造 Apple还把他造了一个手机 Facebook的造了什么 造了一个 他什么都没造 所以这个就属于专业服务业 专业服务业 你看他在GDP的上升聚 你不要以为那个专业的口有增加 没有 那人均胆子在增加 所以 你这样子产业失衡 这是谁的错 你不要又告诉我说 不是 你有没有听过经济学 这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 如果不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景 政府就要出来 那就叫Mainting failure 没有 你要不要这样 不要 不要你就要改 政府就要出来 政府在做什么 德国的做法 那我就把制造业的训练弄得很扎实 德国的轻车厂功能进行的三分 就是Foxvegan跑到美国去设斩 给美国进行只有三分之一 而且美国的做政府还给Foxvegan补贴 补贴 补贴的钱多到Foxvegan在美国前三十年的人事费 全部是做总统出的 那美国是非常的气氛 非常的困难 你这是搞什么 他根本就是政府出钱 让Foxvegan去用义工 你不要也有什么好 Foxvegan把美国这些工人抓过来 发现多不容易 产出来都是废物 不得已在Foxvegan旁边办了技术学生 把德国制的技职体系教育引过去 赔合能用的功能 你就知道人家德国技职的教育 发达到什么程度 有兴趣查彭明辉独立评论 我手里别人在问 我特地就是要去接招 让大家知道可以这样子做 但是第二个问题 你看 台湾只考科学园区高科技产业 然后让传统产业 好掉 消失了 我会另外写一篇告诉你 科学园区加速台湾产业消失 我没有乱讲 那我们这样考的结果是什么 是技职教育也跟着消失 因为你传统过面区消失 所以大家都只能过去科学园区上班 所以本来专长跟能力都是技术体系的 通通都去考研究所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九年国教十二年国教 升学压力一直下不来 因为宰盘在台湾产业门口 所有人都要一起台湾产业 宰盘现在在科学园区门口 已经不是在大学了 那你这样考下来的最大最高的情况是什么 白质 你怎么增长经历力 当然是擅长知识经济的考知识经济 擅长小公益的考小公益 人尽情长的经历力是最大的对不对 你为什么政府服务部门的产业也不要 然后呢 技质体系相对的这一种精密机械的产业 你不要 那你就只要那个所谓的高科技产业 你政府有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所有的产业 全部是为了开成经济的校友再设计 你眼中没有人是不是 你先在学校里面分升学班跟放邮班 你到了产业间 你还分升学班跟放邮班 更荒唐我再问你们一件事 如果台湾的产业出问题 经济不紧静 立法院直询 是会骂经济部长还是国科会出来 大家都知道经济部长 对吧 台湾最重要的产业在哪里 科学院区 科学院区的主管机构是谁 博客博 博客博有管谈念啊 没有啊 博客博管科学政策啊 现在怎么会搞出这个东西啊 因为政府考二考到这样的程度 续节我先不跟你们讲 很多园区人都在那边自以为 有问题自己怎样怎样 你都没有梦统 问乱几次 你当年那些什么 然后我折天问乱问空还更严重 整个经济院主书哪里通通拨 这么多的经济部长 这么多的国科医主委 你为什么去面对政府乱七八糟的事实 厂商留在科学园区 因为只要爬的水 在工业区要十六八糟到二十四年 所以我骂西洋资本乱 为什么说我不对 第一次要求是躲在游戏里头资本乱 我们再看一下一遍 资本是有救啊 而且没有 其实我刚刚跟你讲了嘛 资本主义就是需要有一个 有效的政府来 处理所有的market failure 它就会很好了 资本 我总共很喜欢这样形容资本主义 市场基础跟资本主义在我心目中 一统一度的冶线 或者非洲的冶线 你没有把它巡抚 它会借踏壮将 它会踩死 你把它巡抚 你就可以拿它来耕田开山 市场就是这样的东西 有人真的把它管制好 就叫德国 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经济学语论 叫欧能力又年 这个人发起人 是一个经济学者叫欧肯 在1960年代 我们1940年代开始 叫欧肯 叫old people 又有人叫他fiber school 他们就有一个基本性 他们认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主义是 离亚当史密的心目中的公平竞争的调缘 亚当史密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公平竞争 很简单 因为亚当史密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手工业者 手工业者会不会有公平竞争呢 不会 手工业者会不会有剝削 会不会劳师剝削 不会 都是自聘物理 所以亚当史密的 那一个版本下资本主义 刚刚好就是 新古典经济学里面得到的 完全一样的结果 为什么 因为他都讲是完全过平竞争 现实世界中只有过一个完全过平竞争的经济 就是亚当史密 Clascom的手工业者 你现在经验大到 连国家都可以满通 你还神经病 以为 你Clascom里面的市场 就是现实世界的市场 你根本就白痴 所以我们最忌激的 经济学者是Clascom 你必须要看懂你的理论假设 跟现实世界的弱差 然后你要想办法 设计一个机制 把它给弥补起来 德国这个Open 他就发明一个东西 他说 所有资料都是真的是很花 所以为了让市场 可以像亚当史密讲的公平竞争 我们必须要靠法律的意义 所以他们竟然是 法律学者跟经济学者 去设计一大堆的经济 交易的规范 要求在所有的transaction 里头 都是买卖双方对等交易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买卖双方 这个是什么 上班族 我所谓第一次从这种东西 他觉得这个蛮持续的规范 其实只要一个国家法律理事完备 有办法规范 所有的买卖双方的 谈价 溢价权 是公平对等 资本主义就是很好的东西 那个New Classical Bar 我真的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好东西 其实都是真的 但他每时没有弄懂 我读过张勋熙 我跟张勋熙谈过 我说那政府做什么 那政府没什么啊 政府只要负责维持公平竞争就好了 维持公平的交易秩序就好了 但是我发现 我不知道 最近也是坎托里面接张勋熙 我猜张勋熙从来没想清楚 他那发生真结是什么 人家在德国是真的 一群法律学者跟经济学者 我花了四十年写出东西 然后叫Oder Libre 后来跑出一个基督徒说 哇 这个东西很好用 这样产生出来的社会 只要再稍微加一点点加工 就可以变成基督徒 奔想中的世界 就把它稍微加一点工 就变成叫做Social Market Economy 德国经济部 你去查网页利益 德国经济部的基本原则 叫Social Market Economy 典德统一基本原则 叫Social Market Economy 有建成的好东西 不要不知道 不要在今天还继续讲马克思 不是不可以 不是不可以讲马克思 不可以只讲马克思 好不好 你今天还只是讲马克思 那就简直像 德国人过去几十年努力 都不曾存在一样 人类肯定花很大力气 做过很多能力 人家最准还有另外一批 经济学者也是很缺 这两个国家最缺的都是 因为他们有很特殊的经济学者 有非常特殊的想法 我就随便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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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规定 对美国内同一个产业工资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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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我也被台湾打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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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 但是我用奴隶体系来支撑 没有受害者 所以人家是一个完整配套 不过不能说我在经济系 我是经济专家 我谈经济 同一关你是经济系教授 不要来烦我 这个陈东森 你是社会学人 不要来烦我 经济学是一个social system 里面的subsystem 而且是in-derivable的 一个subsystem 你不能把自己跟别东西 应该来的 你要有其他东西的配套 你才能够发挥好的东西 我们就这些东西 什么东西都无配套 下一位 下一位 这个是第一次的革命 到了in-derivable CPU 后头可能会再有一支更大的革命 这个更大的革命里头 它可能会继续的带动 下一步的生产力的提升 那我们要不来就是时间的提高 要不然就是要工时减少 要不然我们就要创造新的场合 那下一个革命出现的东西 机会有没有 你可以看 它其实都是因为不是技术的地方 它其实是配套的infrastructure 第一次的革命是水利仿色 它是工业革命跟自动化 它其实重点是自动化 用水利跟自动化来带动 但这个东西要产生它最大的impact 最大的capacity 它需要有水域的运输性 它要有国营公司的出现 要有这些infrastructure 才可以把它fuly realize 它可以的硬化 那第二个工业革命是铁路 那它的重点的技术核心是 政绩革命更大的工 比水利更大的可控制的动力 水利是不可控制的车能力 那铁路化是transportation速度更快 但是它同时也带动钢铁的工业 但是你这一个产业要不够fuly realize 它需要的东西是 你要费除关税 你没有费除关税 你没办法跨国贸易 你没有跨国贸易 铁路是没有用的 我还是江村贸易的 这个就是牛车就好了 你干嘛去搞这个铁路 所以它需要有这个 自由贸易这个配套 才可以fuly realize 它所有potation 然后整个世界 就会被破坏性转造 这个转造会载动 全部的破坏 然后全部被可控制 我不讲 不要一个人也讲 福特汽车 这一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会造成大量的失业 这个大量的失业需要有配套 然后它需要 这么大的生产量 必须有法国的贸易 所以它的配套 就是智慧能力就才知道 就是我讲的1945到1975 你必须要社会福利 工人才愿意接受 这一个自动化 否则就会有十九十几 自动化工人抗拒这件事 所以本来market 就不可能解决 百分之百的东西 不足的部分 你政府要有足够的智慧 学术学院要有足够的智慧 去处理那一个market 你说插屁股 太看不起政府 政府其实不是插屁股 是政府跟市场等于左右两之间 他们彼此互补 对他们互补这样往前走 这才是一个好的进步的数目 所以还有国际货币金融 还有市场 还需要全球贸易 还需要全球的金融的集资 我们现在是Intel CPU 后面可以带用的东西 什么物联网 实动运算 万其八二一大堆的东西 包括硬体的产业 软体的产业 Entertainment的产业 甚至包括knowledge的 像我自己 我今天最重要的比例就是Google Scholar 你们能够想象我Google Scholar 用到什么时候 分享一下 用过Google Scholar提供什么 必须够到 用Google Scholar的时候 那时候Google Scholar要求你 照它上面的数字 点字填入 以便证明你不是自己 有被要求这样的感觉就是什么 蛤 Google Schola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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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要求输入两组 立马的人求学生 你也被要求他两组 我是说同一次的Request 就要求输入两次 你一天下载多少问题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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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到底只有一个 你跟我逃一个 我一天 我都填了下来的篇本 大概都是三百匹 所以他一直怀疑我 到底是说 我去逃一个 所以 那个就是我的余论啊 有费的啊 所以 其实科技进步是真的 科技进步真的可以 代表人类好处 前提 已经懂得管理 但科技的管理 一定通过政府 绝对不是通过市场 所以我们过去 那个自家开学 他一直讲说 要把政府的一些功能取消 等等等等 通通都是有问题的 我今天没有够讲 更多经济学对我们 给你提 经济学最新的研究 非常多的东西 都推翻了自家对学 大家都不去谱 那些问题 我下载路里 基本上都是经济学 因为我要把视频搞清楚 好 这一个东西 它需要搭配的东西是什么 因为它太大量的 取代掉人力 它需要的搭配的制度 它会是 因为这样子搞下去 屏幕差距太大 屏幕差距太大 它也能造成 政治上面的动画 那跟当你 你的自动化 如果没有社会福利的搭配 一定就是合力 同样的 你如果说 你不去处理 这个自动化 所造成的失业问题 你后面 一定会是政治的动作 那根据 他们的讲述 那现在最需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做 全球重大力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整个的自动化 决球化过程中 屏幕差距会 市场的机制 会使屏幕差距 自动的扩大 但你不要说 那是市场的错 那是市场的功能 所以我们要尊重市场 你神经病 都已经出那么大问题 你还在尊重市场 市场做不到你还能做嘛 你要做财富重违背 财富重违背 现在就是有逃漏税问题嘛 那就是税之全球化 税之全球化 为什么 Promise beginning 大家为什么要笑他 如果WTO可以谈 关税减免 为什么WTO不能谈 其他的税的全球化 当然可以啊 欧盟已经所有财政部长 结合起来 一起抓逃漏税了啊 就是该走那种方向去嘛 我们只能选择 或者革命 或者享受科技的成果 本来就是这样嘛 从马克思开始 我们要学到的教训是什么 科技可以丈夫人类 可以危害人类 如果政治处理得好 科技就可以丈夫人类 如果政府没有处理得好 科技就会危害人类 然后就会危害人类 事情是 完整看起来 才其实是这样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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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们可能知道 我心情不想做 好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实验出现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过去知道 一条问题是 皮肤差距够大 全世界都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 我也没办法 你回去地方去查资料 皮肤差距够大 它会发生两个结果 第一个 因为只是皮肤差距够大 我们刚刚看到情况 美国前面那一页讲的 就是美国过去30年代 8.90%的人的所得是下降 所得下降 消费当然就是下降 他们的消费是实质消费 当他们的消费下降 服务业跟制造业的需求 就会回升 这个市场萎缩的过程 它的获利就不可能上升 它的获利就会下降 它获利下降 所有的资金就会离开它 寻找性的标题 那这个才是实质的Ecarly 那离开实质价格一定就是什么 一定就是投机 投机最有可能被物资 被把投机当作投资的 你就搞不清楚 理性很非理性分不清楚 最重要的第二个大体是什么 房地产跟金融 所以钱金会往那地方去 所以一定会去炒作 房地产跟股市的价格 台湾也一样嘛 台湾是因为这一个Ecarly 没有expand 所以我们才会把钱 全部涌到股市跟房子去 那如果你制造业 无法扩大 政府服务业被扩大 你为什么政府服务业 不去扩大呢 对不对 尤其是我们已经住得像猪 吃得像猪 我们大有吃的要求改善 政府为什么不去 好好去改善 对不对 如果它去扩大 理马一件事情是 绝大部分 越来越多百合比的 油脂进入了富人手里 潜在富人手里是很危险的 潜在穷人手里 一定是消费 潜在中产阶级的手里 一定是保守性格的同志 潜在超级有钱人手中 一定是金钱游戏 因为它可以有货 它不在乎这么急 所以你会使得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是同时有 投机性格跟投资性格 两种都有 它是一个百分比的匹配 你钱在富人手上越多 它的投机性格就会越强 这一边你就鼓励了投机 这一边的金钱又鼓励了投机 两个加起来不管谁当中的 必然会有问题 然后这是另一件事 你这一边萎缩以后 你需要的救援的果就减少了 可是自动化又一直在推动 这两个效应总结果 才可以人口去总结上街 人口去有现象 我又没有办法不胜小孩 还挺早做生出来 所以你供给又没有 我的供给已经上升 你需求又没有上升 你就造成结果做公过预求 公过预求 事业必须上升 事业必须上升 大学生彼此抢工作 彼此夹彼此工作了解 就跑出来了 你说什么非典就业是常态 什么狗屁这么乱坏 怎么可以去讲这种话 而一点就业常态的话 就代表市场已经失能了 而且政府跟着失能 因为市场失能的时候 白点肥彼此选 政府教育小话主理 叫鼓励科 你为什么不去鼓 所以你就放任他 市场已经失能 政府不去主理 你就会工资下进 你就会报教育移金 你这个限量出现 使贫富差去扣到二货 这个一二货 我们去控制人 这个叫positive free 他最后一定受到十个月 就是越来越重 越来越好重 所以解决问题的问题 来讲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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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黑的这已经讲过了 目前下一个 下一个 下一个 这个是有干预的结果 这一曲先别讲 下一个 下一个 就是 你现在 就算你的资本所得 占GDP的3% 不多 可是你的资本所得的成长率 比GDP成长率还高 那不管你GDP原来高它可多高 因为它成长率高 这两条曲先最后一定会消交 对不对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GDP 全部都变成资本所得 然后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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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必然吗 我刚刚讲 1945到1975 是 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为什么 因为 最高 所得最高的 五个% 红色 它的 所得成长是这样 然后 所得最高的 第50个% 它的所得成长是这一点 然后 所得最低的20% 它的所得成长是这一点 有看到吗 这很甜蜜啊 这个叫 inclusive development 我把它翻译成 地利均沾的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是现在 World Bank IMF 通通都在要求 各国政府去做的 所以 老实讲 新自由主义 已经是第10月 因为新自由主义 最重要的是 大支柱 IMF World Bank 跟WTO 三个里面 有点很清楚 而且 Tomas McKinney 去美国的时候 World Bank 跟IMF 是最高贵的一件 整个经济学最前缘 思想也是全部在抛弃新 芝加哥学派 不是说芝加哥学派 完全错 而是被他斗掉的 全部都被找回来 所以经济学终于回到了 芝加薛科学派 加凯因斯学派 终于重新回到整个位置 当然你都可以叫做 新滚田 新凯因斯 随便你新的 旧的随便你 后凯因斯 后期 我不再认为这个意思 也就是 重新回到 有效需求 跟有效供给 必须同时重视的状态 这个东西 其实指的是有效需求 很有趣的 另外一个有效需求 凯因斯传统的有效需求 是government spending 但其实第一次所得分配 加二次所得重分配 也可以创造有效需求 什么时候开始 分开了 看到没有 芝加哥学派 几个连事 所以真的是人类的 我们不要说祸害 人类的一大失误 OK 我们该走出那个时代 那个普古特曼把这段时间 叫做经济学的黑暗时代 他都听人家讲 他说有人说 我把他们训练为stone age 他说这是错 他们是dark age stone age是什么都不同 dark age是我们曾经懂 后来忘记 我们曾经懂 后来忘记 是这样的 在他的税收最高的时候 是他GDP增长率最高的时候 税收不必然会伤害GDP增长率 所以 这个是经验的资料 更严谨的经济学的论文 其实也有 不过我想都要走天 跟人谈论你 你什么意思 不是他用 所以 发展扩展 这个是皮肤残局的最高 然后呢最低 然后又最高 你可以看到政治上是什么改变 所以 皮肤残局不是必要责任 你可以看得到 在 TOPWA不是很容易 他所赚到的钱 可以从1975一路过来 你看 人家 德国变化不大 美国变化非常的大 类似变化不大 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OK 经济跟政治跟社会 三个系统必须 把 大购在一起看 才会跟那个社会完整的生态量 不要再把它拆开来看 所以解决办法是什么 你把贫富残局一缩小 那1%的人的消费就会成长 他的资金就会成长 这个产业就会成长 这产业成长 他的利润就会相对的高 他就会吸收到 一部分的资金 比如他就缩小 资金的投机的性格就会下降 这一边可以吸收到 比较稳定的资金 这一边的投机的性格下降 金总的投机性格就会降下降 换货化的方式就会下降 这一边扩大了 区额就业的口比较多 但自动化让它持续下去 两个相近抵的结果 需求人的口不见没有集结 但是基本上 从自动化跟过去的产业变化使用 我们应该来准备建设 自动化 制造业的口减少 服务业的口减少 服务业的口减少 都算是 因为它代表 我们可以开创新的产业 但这个新的产业的开创 那有时候是需要这样进行 所以把这第四产业的文化消费者 不是看电影 看电影也可以 怎么不要是看那张电影 周星子也可以 不要太多电影 那你这一个第四产业一进来 它就可以翻转人力需求 产业的需求就有情绪达到平衡了 我们越为公布越求 因为像我们现在的国家 要把予业变化 那你就将这个平衡就会出去建立出来 关键 所有的方块差别在哪里 你看 第一 财富城分配 二 政府接触 推断第四产业 这样 这样 看这里 美国正常失业的是什么 失业的口罪很重要 建筑链 为什么要让建筑链的人失业 为什么不能政府出一些钱 我们来盖一些好看的房子 为什么不去弄一些好的公共空间 为什么是对人类进步最有意义的东西 这些失业的最高 艺术系失业的最高 为什么不用政府的 Government spending 来让台湾人更有美术感 细节我就会讲 太难了 我们为什么要让人类的人失业 单纯就是因为 它没办法有市场的交换 我可不可以通过政府的方式 来创造人类的消费市场 或者交易贸易的计则 对不对 观众行政事业的问题 最有趣的事 每次有人来找董教授 我有人生哲学问题 他都直接assure到这边费钱 但是当厂商来找我说 董教授 我需要开发一台机器 他都直接assure到这边费钱 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呢 为什么人生哲学的服务不要钱 开发机器的顾问服务就要钱 那么观念有问题嘛 那一辆产业 当然一直很萎缩嘛 越来越很好的产业 你为什么不去开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通过政府 把那一群人 就是把一群人调度到那里去 让他们在那边 从事生产活动跟消费嘛 我觉得这比物教授给薪水还更好玩一点嘛 好 所以这个其实你头都是问题 这是刚刚讲韩国的 韩国的这一个是大学以上的 先看它的高等教育的再学率 你看到高等教育就职一直上升 然后呢 大学的薪水一直上升 所以毕业生薪水上升 然后你高等毕业生薪水上升 他们有做到 我们有做到 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做到的 是我们自己在这种做到的 是吧 好 下一页 我讲这个 下一页 你再大概看一下 我们都一直讲什么 那这个财富从后面就要收税 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老师 收税有些人就跑关了 收税有些人就跑关了 老师你不会这样子负责的 我说好 我同意你家族 家族 收税会让有钱人跑关了 有些人会跑去哪里 睡最低的地方 我们来看 我再看一下 台湾哪里 有没有听说世界 首富台湾把前五百名在身体中华民工科技 没听过 没听过 有钱人住在公共建设发达的地方 有钱人怎么可能去到台湾来 住那种住住的地方吃 住吃的东西 我给你联系一千万 让你在四川的山沟里 吃有图的东西 愿意去的 一直要去死你 愿意去死你 愿意去死你 即将带却吗 有钱人要让孩子受好的教育 有钱人要住好的工作空间 有钱人 所有他要的都是什么 跑光关的够服务品 下一条 那你收税 7月就跑光 好啊 7月跑去哪 对不起 7月 8月 7月跑光 跑去哪里 睡收最低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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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低到这么低 你的高门是被躲着低 你低到这么低 你的高门服务品是从什么来讲 你人才当然很重要 你人才当然很重要 人才当然看不到位 所以 我不能在那里讲下去 我说 我底下不行 因为我再太多事情 还乱一点 老师那姐姐到这边讲完 我到这边讲完 我到这边都讲完 事实有问题 好 那再 有没有最后一页 上一页 好 大概是这样看 我们如果理解政治 其实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政府部门 对不对 他可以通过他的制度跟立法 来影响企业的竞争 他可以制造公平竞争 他也可以制造不公平竞争 通过这个就可以了 他可以通过他的税收 跟他的支出 他可以辅助某些产业 他可以赶紧 我们就是必须要通过公共领域的第三步 因为我们选一次闪中 闪中是没有能力控制政治 我们先不敢我们再做什么 因为政府是可以这样影响企业的 企业都知道 所以企业一定想去办法 回扣国来控制政治 以便影响政府的赤兔利法税税税 来造成对它最强的情况 也因而造成的不够平均争 不公平竞争就会造成资源的无效分裂 以及财富的无效的配置 各种 台湾这一是同龙的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企业掌贴都在率进来的时候 我们的选择在哪里 我们每四年放三年364天的假 我们只有选举那天在管政府 我们接到时候我们自己都在放假 我们放假的时候 他还继续在操纵政府 你觉得这样子的社会有可能进步吗 台湾那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政府不进步就骂就结束了 可是我问过一个工厂的 一个企业的董事长工厂 他问我叫什么 别人有工厂一个礼拜上三天 他说那是我们在一起 我是每天一定要上礼拜的 总经理是我聘的 我如果不上班 他把我公司卖掉 你说我怪自己还是怪他 怪自己 你是不是不把公司护好 我们的民主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只有小股东没有大股东 每个小股东都觉得缺了我没关系 没有任何人缺的缺了我没有关系 所以就我通常都缺习 那个就是像 我以前有一次大学上课 通知课 每个学生都算出别人会上课 结果那天只有我缺 我们说选民都认为自己是可或缺的 所以最后就没有能管政府 所以就只有企业在管政府 我们其实老实讲今天 事业问题一大堆的问题 我刚才已经讲这么可以做的事 太多了都没有做 因为企业是罢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政府 喜欢把台湾保留在四额租 就是住居民在那里 就是住居民在那里 住居民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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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悲哀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家的孩子都在乖 谁住在台湾 我没有听说郭菜烟民要生小孩 谁听说他要生小孩 我没有听说马云九小孩子要住在台湾 谁听说马云九小孩要住在台湾 我没听说宋主义小孩要住在台湾 有没有人听说宋主义小孩要住在台湾 所以为什么他们一不及只有我在住 因为我要我孩子住在那里 你们要不要你孩子住在那里 台湾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还会问到你叫我 你叫什么姓宝 对 你是群族人吗 对 你是客家人吗 到今天还在问我客家人吗 我是台湾人 你还要来搞米克切道是不是 我们都要减骨 为什么要减骨 你难也要减骨 移民社会的风筝 台湾人减骨更厉害 为什么不成为国民 我常常问人家兄弟 台湾一共有多少国民 皇城口庭就三百四五百万 我们有多少国民 你要愿意经营这个社会 愿意把它变成更好的社会 交给你的下一代 你才有资格当国民 我这样讲公众话比 有发来这个月你日中做到什么吗 就这样做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好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开始下半场 下半场呢 一刚开始呢 我们就先请简直街老师 正在下半场 方老师非常 非常丰富的专题 也请我们先在前段 做一下回应 面对我们的一题 和韩文介石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拍张大声 感谢你们的一题 谢谢主办单位要请 那 我来自前半个月前 看到 听老师的眼皮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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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我这个差不多要人的状态 真的没有太老 差不多要人的状态 所以我就從20分鐘的時間 做了我個找我的派及醫學免員 有講我也請問 我要請教洪老師 洪老師他剛剛提到的 其實洪老師他不是學經濟學者 反而非經濟學者才有這份平安性論考 經濟學者台灣經濟學者是自由主義案 自由經濟學案的多數 鄧老師所批誕的 那個所謂資料科學案 台灣是走美國的 所謂的資本主義這條路 但我們走這一條路 美國資本之力一直發展到 像是聯邦全世界 所以很多國家都以為 美國是最好的 全球的 當然就在效果 所以當聯登跟查契爾他們推出來 全球的話 全球的話是資本主義 把它的影響又擴充到全球的話 所以全球的話絕對不是 所謂的分配分享的精緻化 不是全球的精緻化 而是 剛剛朋友老師有個問題 金融市場的全球的話 金融市場很快速流動 很快速 勞工流動很慢 你要出去的話 你要簽證 你到那邊還有工作錢 很難 所以勞工感染其實 比較會蠻移動的 但是資金不會移動 所以很多的國家 在全球的話制下 就要吸引資金 還有他們幾個辦法 第一個 我老師剛剛提到 減稅 減稅是最有吸引的 第二個就是 便利得到動力 中國是便利得到動力 中國是便利得到動力 吸引很多的加工會道 中國大陸去的 它跟全球的加工市場 中國現在 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年輕人的薪資跟韓國比起來 為什麼韓國那麼多 韓國他們那個薪資 我們千年薪資 大學畢業生的薪資 比我們高很多 高升一兩倍以上 為什麼他們能夠做到這樣 然後公信這個調整只有零 第一個 我們依賴 我們的工業很弱 台灣的工業是全球最高的 另外我們都做小企業 沒辦法養活工會 那做小企業 佔台灣的我們的企業 我們97%是做小企業 那大企業上班程的幾乎很少 就是工業失業 或者王永慶 他大概有上班程 其他價錢都沒有上班程 那這樣的勞工團就不行 就有助理的介入 所以要調整基本工資 我們民主黨執政工業失業 中間有十年不調 一毛錢的調 一毛錢不調基本說 後來調了 民進黨調了 以後就比較高一點 差不多7% 那是最高的 接下來 南球商談判 三趴三趴冷次 就這樣沒有拿 那你怎麼不用碰國民啊 中國大陸也調很快啊 韓國商社 他們有一個規定 只有稍inters 就是GT的生長 以及生產力的提高 勞動生產力的提高 再來就是物價值次 用這三個就是最容易算出來的公式 這樣一個公式 所以我就馬上可以調 很簡單 但是我們看 我覺得會 所以每次都說 鬼人一直調 假如說政治談判 政治談判就是 老公民吧 沒有理論的談判 你進去的人 老公只要有兩三個人 其他政府官員 跟資方有更多 佔了到七八成 不知道你怎麼調 不可能 所以你看中共大陸 我2005年去那個時候 他們的最低薪資 四百塊錢 免得四百塊錢的免費 現在已經到兩千塊 那五倍 現在五倍了 台灣啊 我們哪有 我們一次調到 是兩個人 兩個人 兩個人 一個價格 一天加一個 一個爐彈 一個是 你知道嗎 那我們 雖然我們其實被 那第二個方法 不用基本公司 那你就選擇 德國以的人 要基本公司 那最近德國他們才 去年才公布 要用基本公司 因為他們覺得 心思可能 那瑞人啊 根本沒有 他說 他很老實講 他是團結工資 所以每個行業 其實他這不是只有 每個行業 所有的代表 全部在一起談 勞工的代表 資方的代表 每年 上薩茲 發生的那樣 在那裡談 談就是告協議書 他們的老公代表 這是我們的工作 那談出來 所有的老公成功 都能根據家 早期1930年 瑞爾是全球 罷工最後的地方 但是他們 上面有起來的時候 他們不喜歡 他代表老公的正常 反正我們不應該 罷工 所以他又 直證說 他又 他有正確的力量 要吃嗎? 要談 可以打算 所以這個談 都不用把握 所以這個談出來 那 所有資料 政府最多敵人 最透明的資料 最透明的資料 到底做了多少錢 到底精兵生產 多少 勞工的處境好不好 對不對 所以這樣談起來 絕對 人生 政府是一個 是一個中間公道者 所以他促成家的 薩茲之眼 每年 談的工資 還有勞工條件 全部都是這樣 還有老公無力 全部都是這樣 那所有 保守黨執政 這三年 這三四年 沒辦法開的 因為資本主義的 上演之後 他的執政就不一樣了 那明天我 我寫過一些文章 又有過 我是從事公運 我在開始研究這些 那 老師剛剛提到的 資本主義 它會帶來的 評論不經的問題 它會帶來的 你們好 資本主義 應該是市場自由化 但是都是政治在介入 好 美國是一樣 美國你選舉的時候 財統就是 他們的獻金最高 那美國 上市的獻金 或法國獻金說 他們的最高 又把那個 最高獻金的 政治獻金取消掉了 雖然說 才能大法師 彈卡皇制 就可以 大筆錢去獻證 所以 希望給他最新用了 要用 台幣大概有200 200元而已 去獻金就沒辦法了 那 台灣的同步獻金 獻金會少了10億 那這個借錢來的 當然不是有錢人 我們小兒竟然怎麼能過這個10億 那為什麼 剛才老師提到 政商會是在搞來的 所以 柯文哲說 那個拿刀山要吃人肉 一定是這樣 所以你看 成水人戰的時候 我們二次金改 跟日本二次金改 我也參加了 二次金改以後 根本就沒前一所謂的 土蒸碎疹辦 那成果人派辦 這個會議沒有討論啊 太棒了 土蒸碎疹辦 真是說 破財檔 為什麼財檔直接 跟陳水平談就好了 我必須來開會 好 那我參加那個復改會 我說復改會 騙我去復改委員啊 裡面都沒有談到所謂的 但是都 一直都不一樣嘛 政績會說 啊 那個 你才真的睡覺這樣 頂多知道 從85歲 這樣就30歲高了嘛 那我實在說 不能不能這樣 因為其他稅資本家 繳得太少了嘛 那為什麼還要再降遺產稅 遺產稅最終的精算嘛 你最知道 你遺產 遺產是不讓他後手的 你孩子是不讓他後手的啊 你應該 應該 搶一半出來 我們以前是50%而已 後來還滿一所拍檔的 咦 我們一開會都沒有決定 結果還滿一所拍檔的 完事 因為他們就只要上訓 我們自己 去那邊 跟滿一所面檔 游睡在馬上 這本身是一般啊 所以你看說 全球化本身 會帶來很多的貧富不金 會帶來那個手 手的護膜不公平 政治的接觸是很嚴重的 那全球化 減稅跟那個所謂的 還有另外一個 美國的公文 我們的價值是什麽 使用者護衛的價值 使用者護衛說 好 為什麽要調包學會 因為學會 就是要使用可誤會 所以要 反應成長嘛 所以要調包學會 那最多人要跟那個公 他們都免學會啊 以前是德國是免學會啊 為什麽啊 交易都便宜很窮嘛 因為勞工 你說那你們勞工 勞工一下子 一年的所得四十萬 男女勞工四十萬 年所得四十萬 你再一個小孩 兩個新的元素 這叫十幾萬 再一個生活 回到這十萬 八十幾萬 去那一半 你才在英國 那怎麽辦 現在英國是一個英國 有個鮮美 那他使用者護衛要 沒有 英國以前的免學會 後來從一千塊開始 三千 現在是九千 英國現在是九千英國 所以很多的中下階級 其實讀不起來 所以這個很理會 所以必然有時候 讓我們才能說 福利 全球化最重要 美國給我們價值 就是說福利減少 才會有進行力 企業才會有投資 要減少福利 所以勞動 勞動一定要談心吧 所謂勞工一下 民進黨執政 說農工能夠 可以真實一種的 有工作才有錢 沒有工作 你們都贊助吧 有工作才有錢 沒有工作當然沒有錢 對不對 那是什麽 是實心啊 禮拜二他就沒工作 就沒錢 走正直的話 每一個勞工的工作 一天四十小時都 禮拜二禮拜二我沒工作 我就要錢 我要休息啊 我要再勞動的準備啊 哪有時候 現在要蓋錢 現在的所謂實心治理 那沒有的 但是你的勞工保護沒有啦 我們全球化 就是因為勞工保護 還有使用服務的概念 使用服務員 我們說 我們現在要提出什麽 有錢人可以不要給他 國民人家 有錢人根本不需要 一萬塊給他 一萬塊給他 公平 再給他 補給我 也就是說 你有錢人 一樣給你年金 基礎年金 如果是像坦克 兩萬塊錢都給你基礎年金 但是都有 沒有國民 有小稅 沒小稅都有 基礎年金 兩萬塊錢 那你要附加年金啊 我有去工作 我當然會 再往裡面 老闆幫我保險啊 老闆幫我 幫我提 幫我加寶 欸!我這樣附加年金啊 我可以維持我的 有工作 有注意你的生活啊 這樣對啊 這樣才對啊 那我們可能說 有錢人根本不需要 台湖調環啊 台湖調環啊 後來不需要五千塊 當然不需要這樣 這樣每一次我們看到 政府這樣 我們都真的對阿 有錢人 我們很稠補了 有錢人的小稅子 假設 有錢人跟我們一樣的小稅子 注射是公平的 像郭泰銘 他賺到三十億 他只要他賺十五億 賺一半 或是賺四十三十 這樣他還OK 這樣對 他就賺到十幾億 那你給他五千塊 給他送關係 一樣啊 普及化就這樣啊 你還是來每學位啊 一樣啊 為什麼 每學位還是盤調 這他們 老實說 美國的冠軍流行 要來入 不能大會 福利減少 你福利就是很多人啊 裝病啊 裝什麼 中皮燒嚕嚕嚕 他的臉 他是非常懶惰 依賴 所以我們就不要調福利 其實這樣少數 那麼我們在研究中 在福利的 濫用的 依賴的這些人 不會超過兩百塊錢 真的都很需要 所以我們在調 我們現在調八 那個所謂的門檻 我告訴你 我們 我們的努力 我是 緩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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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是16% 歐洲都是 都是 17% 像 微股糖 1.5% 你被燒毀了 這麼少 以前是 平均的 我們現在用 手折的中位數 可以到 3.6% 可以真的三倍 有 通過了 華碼也通過了 我們幣 但是 預算有沒有真假 預算定了30% 30% 幹嘛 那真的三倍的 就輸出 後來之後 他沒辦法執行啊 就用很多的刁欄的方式 門檻提高 補助介紹 然後把肯定都排除掉 那幹嘛 就是我們政府的概念 我們社會 那些什麼 不一樣 我們認得說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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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業者 不認真嗎 不努力他 失業是該死嗎 因為你找工作啊 不對啊 跟老師剛剛提到 這是國家 社會的 要根本的政策 就是讓他轉業 讓他有更好的 更好的 更好的方式 那 好 社會主義也垮了 剛剛 剛剛看到誰叫 社會民主主義 我是研究瑞典 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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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 生產 生產 生產內 就是日本人 日本主義的生產內 完全沒有證明 證明是公典的 不給你熱情 完全沒有市場競爭 就生產內 但是 不配樂呢 社會主義 稅很高 他一開始 自民家 人民自家 開始 鼓勵人民團結 一定要腳高一點的稅 創造 人間天堂的社會福利 這樣的想法 和夢想 結果它們實現 它那個 瑞典 所創造社會福利 比烏多巴 東方 都沒有 日本這麼好 日本是自能實現 所以我們每次在笑 人家打 人家說 沒有 日本就不實現 好 那台灣人要走什麼路 自動化 剛剛 剛剛本老師提到 自動化不用怕 自動化 你還是會抽到第三個產業 第四個產業出來 但是呢 自動化很深 真的是有問題 政府現在狠狠 沒有在準備 那個 那個 那個誰 皮爾蓋斯 我讀了他的文章 他說 全球開始 機器人出現 機器人出現 絕對不是像 不是只有我們製造業 現在機器人 要服務店 為什麼 我們的政府器人 它統計了 我們銷售17萬個工作 是什麼 就是那些所謂的 記帳的 沒有 記帳的 還有保錢 安全的 像刷卡就可以了 很多工程不用保錢 所以未來記帳的工程的 甚至於未來 歷史服務的寫出者 通通可以用機器人 很多很多人 還有服務業 其實也 美國來日本也來了 日本 他是一個銀行人 銀行全國之中 旅行機器人 全部都是機器人 幫你服務 890% 機器人全部自動 因為工業 工業革命 就是工業 200年的時候 自動化 勞工運動者 就開始自動化 勞工人 勞工人 工作 所以他們就花錢 去打毀 機器的運動 有沒有用 沒有用 還是自動化出現 還是 但是勞工 有新的工作出來了 服務業增加 現在我們可以 服務業增加 服務員也要開始被訂單 未來 無駕駛汽車出來了 你連私機都會失業 所以這個服務業 現在 郭達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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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軟體公司 跟日本軟體公司 合作 郭達銘 那個 那一個是 你人化的機器人 他可以幫你看家 可以幫你煮飯 可以幫你掃地 就是家用的 設計攤 可以帶進 電腦所有的功能 他都有 你有沒有在買電腦 那這種 而且他們可以 對啦 現在已經有49種的語言 機器人可以反應 而且辨識 人 你的語言 你的通口 但是辨識你是誰 非常的 所以機器人 越來越成功 所以 郭達銘 物理學校 郭達銘 機器人 時代 人類時代 因為機器人 開始 越來越後 自己改良 機器人自己改良 所以我們看到 DAS有沒有 人民風邸 之類 其實那是有可能出現的 所以我們認為 機器人 會代替我們 所以我們未來的產業 機器人沒辦法做的是什麼 人的 感性的 人性的 無 人性的 沒辦法機器人要替代的 這些一定會增加 安全 剛剛 老師也提到 那個 就是 湯皮 他說 最重要 有機器人有時代 機器人有時代 創造我們更好的生活 前面不是創造我們工作而已 所以創造我們更好的生活 就是讓我們的工資要減少 台語書那時候工資減少不到15 15小 這是我們只剩貨 當未來自動化機器人 一定要一個工作有人做 甚至還有一些旅遊 文創母屋 各種 所以每一個人都 還有一些 義務 性性等等的 每個生活也更多 你需要更多 這些都是提醒你方做的 這是我們 所以創造更多 中國生產業 財務方法去 那未來需要怎麼辦 廢話 因為很多人 是沒辦法替代 暫時不要經歷的話 沒辦法使他成功 我想要講 瑞士 瑞士他去年5月18號 他人的共同就是基本心資 基本所得 基本所得是 所有熱點都要這樣 算是他必須要全力學習館 他們每個公民都有 那台灣有啊 台灣有過 我們2008年 不是金融光霸嗎 我們大家有沒有 夏威姐 有沒有牌子 外面有 夏威姐 外面有分三千塊 所有的公民全部都有 這不是說 當公民民沒有工作 他沒辦法消費 如果是 這個國家是這樣的話 你經濟一定會發展 所以有消費 有所得才能消費 有所得消費 才能自己經濟發展 才能夠讓經濟永續 在這個國家以後 能夠延續下去 所以 消費很重要 那沒有所得消費 有國家也好的 才能去處理這一塊 那我們也看到 北歐國家 為什麼能夠這樣 我們的租稅 結論到什麼程度 我按理你一個晚上的時候 我跟你以前講 我跟租稅聊了 我跟讓那個有錢 再重新來講 那個 什麼 最低稅務是 很難推啊 後來你公布一下看看 後來來公布了 台灣錢當中最有錢的 暴稅最有錢的 40個當中 40個當中 8個人一碼錢賭不交 一碼錢賭不交 當中上一以上走的 一碼錢賭不交 17個人就賭15個線 媽媽的 我們不要再講那麼多 台灣的報稅資料裡頭 薪資所得 報稅的佔75個線 這一項目75個線 在歐西多 歐西國家 只有49個 美國是55個 台灣太高 那是未來租稅改革 租稅改革很難啊 所以那個人是要 要政府的稅 要搶財產稅 不是用守得稅 財產稅也跑不掉 用財產稅也跑不掉 用財產稅也跑不掉 財產稅也要防護稅 五一稅可以增加 那我這邊 不要上幾千萬個 那應該是用累金稅這樣叫 他才會怕 他才會貢獻 所以我覺得 這是我們的未來 台灣如果能夠 把那個租稅 勞工的減少到55個線 其實是什麼 那我們的財產稅 財產稅 老實講 是差不多8.5 那如果政府的時間 12.6 所以就這樣 我們雖然說 處理GDP 台灣只有12.6 是全球最低的 香港跟新加坡 都14、15以上 台灣才12.6 為什麼 我們還有國防 我們還有補貸農業 他們幾乎沒有耶 那這樣國家怎麼活啊 那你連下人家跟你們什麼 薪資低 補養的問題 我們現在腦子很多耶 我們這一代 這一代老人 再去玩定的 都把握給自己養 你們養得錢嗎 養不起來 進攻架 到老子買 然後就走失 欸 跟希臘一樣 你做一點福利這麼好的 他不管進攻架 跟一半個人勞動 只有馬上到老去計時 這麼不一定的 退休金 所得低到你 你退休事情的薪資 跟你退休之後 只比兩萬七成 那是最高的 為什麼台灣要兩萬七成 為什麼台灣要兩萬七成 而且中國說 給你錢一百 那最後年輕人卡得起嗎 這個就兩萬革命啊 你要去反抗啊 不然你怎麼辦 我就打到澳洲去 我打到中國去嗎 你台灣以後 老實講 我們不是歸島 那我們都考掉 都跟你們歸島 這是 年輕人 還有國戰 不要以我們 我們國戰沒有外戰 這是跟希臘不一樣 希臘我們跟日本一樣 我們都會內戰 我們都是政府集戰 跟銀行借戰 那我們集戰多少你知道嗎 如果加上我們 退休提供不足的 勞工軍公教 這些退休提供不足的 還有那個所謂 政府徵收府定 為補償的務 加起來將近18兆 再加上我們6兆 24兆 24兆 我們基督比才14兆 差不多160兆 其實160兆 剛好是希臘或什麼 那個時候 還好我們要還錢 說外甲幣 政府叫這個 真的拖工資跑路 所以這是一個 但是我們要還 我們每年 我們的預算 變得 19%到21% 是在還利息 還政府幾載了 所以我們就減少使用 就是有些人不繳稅 賺我們的利息 賺真的我們的利息 賺真的我們的利息 叫什麼天下 所以這是我們韓國的 年輕人現在 可以相當性的 我差一票 不是沒有了 我會不管 雖然兩個政黨都是 都是資本主義的政黨 都很用愛的 其實比誰一組都一樣 但是至少要拿年輕人看 沒有 我覺得這是 我每次都覺得 你也要把我都想完 他們跟你們到底什麼 我們要過什麼生活 我們要整個什麼國家 年輕人都不能往這樣想的話 你就算玩手機啦 玩 只要在臉書 被人家打扁了 我不好意思 有可能 你們要去協助我們 年輕人變成是什麼 我們要改變什麼 如果退走了 財務金的推動進步 我當然是打敗指導 我們所有人 打敗新聞單 我們就看到這個國家不行 連借的時代 連選舉都有問題 另外一個國家 國會不能選 總統不能執行 這不是問題啊 就挑戰啦 你挑戰好不好成功啊 所以如果沒有挑戰 我們不會成功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 希望說 今天這個議題 不要聽一點點 帶給大家的功課 不要以為說 台灣 台灣 就 就 交給這些所謂的政客 就被稱中 不成成功 寫字都不一樣 阿伯執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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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伯執政官的副所當事 他說的動員 不是發呃 動員的副所當事 你看 社會運動的全部都被我動了出來 他們後來都在表達 出來 出賣喔 理想都不見喔 勞工證件是我寫的四條 當中實現四條 你有沒有知道 這個政黨 我後來什麼 完全沒有 就是離開離開 所以 我認為 要 要改變 看到不公平 看到我們現在的現況 未來 日中到原 就是要 有的人 自己 要私人去改變 謝謝 好 因為某老師等一下五點鐘 就預計要離開了 所以我先偷偷看一下特權 就是我三個問題要問 某老師 就是 當然等一下熱心各位 大概就知道 什麼 我想要請問 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 第一個問題 是關於 公共 他說的那些 公共服務的 擴大 然後 各種各樣的公共 我就想到 我自己在 開車 其實想看到他們 在那邊做 露宿養護網 是那類事情 但 其實我個人覺得 很多 剛剛老師說到的那些 什麼 露宿養護 或者是 水溝的清潔 或者甚至是一些 其他的公共體 之類 我覺得其實 某種程度上 他們的工作環境 都相當不忍道 然後 而且 也蠻適合被自動化 像我們在網上可以看到 很多德國自動化的 養護工具機器 之類的 我覺得 這 是不是 就這些東西 它 是不是也是一個 好的方向 我們一直說 這些 這些公共服務 和公共健身的養護 他們自動化 是不是其實也沒有 從這個方向 走 走進 對 我們自動化工程師 誰要你們願意 聘付我們 我們都願意做這段發行 那基本上的問題是 來自於成本 那當然也有 有些是成本 有些是有進行 第一 自動化的部分 一定是成本 所以 美國的自動化的速度 會比大陸的自動化速度快 因為我剛剛講的 其實就是只要你的成本 你要求的薪水比自動化成本 你就有工作 所以自動化其實是逼迫 勞工降低工資 而不必然 馬上取代他的工作 那 為了逼迫他降低工資到什麼程度 其實講起來很簡單 逼迫到他 吃穿不成 但沒有剩養 那今天為什麼會有所謂非典就業 其實換方式講 因為社會富裕人 你就算你的所得 只有你剩下別人四分之一 其實你自己就是過得去 你就是不會放開 所以 那最後會被壓到頭低 其實很簡單 壓到你放開邊 大致上是這樣 最後還是有整治問題 那所以第一個是 只要是成本因素 他就有可能會自動化成 那你像你講的養護 這個事情那是另外一件事 那一個是會對這個工作 到底適不適合我們做 那如果說你認為 不該讓 這一個 有人去冒著生命 會選擇做這個養護 那很簡單 那製造化要注意其實並不完 很簡單的那個四輪車 然後把那個減速的工具放在前面 然後兩邊放那個 我們所謂的防護的阿米 它的那個安全群制來做成家 所以這個是不是不見得很自動化 它其實只是要一個輕動體的工具 但是有好的工作才能去保護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一個 國家管理的概念 比如說在台灣 我們那個塑膠的充壓的機器 德國他們這一個塑膠充壓的機器 給它安全保護是非常完善 非常完整的 其中也比如說 您腳一定要踩著 只要他用很傷害到手指頭 他一定要腳踩著 那到後來就更進步 然後就會有一個光線的掃臉 所以你手在分開機器的時候 一進去機器自動會停電 那在台南就不是阿 台南就是手進去的切斷阿 那後面也不要再說 沒有 這是一個社會 對什麼叫基本人權的理解 你可以查一下 你的人權的理解越珍貴 它相對就叫做成本越高 然後相對就叫做自動化成本 就會相對有低 然後它就有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你看到 我們有越多的 非人道的勞工的行為出現 那通常都不是代表台灣窮 因為我去講 那通常都不是代表台灣窮 那通常都不可知苦 那代表是我們對人權的理解 非常不值錢 那不值錢 原因其實我常講一句話 有一支報紙就是一群老闆 看不爽明聽的人 你們通通都不可知苦 我們來告訴你們 什麼叫企業精神 所以一群老闆 中小企業老闆 禮拜天穿短褲 拜託去拿著石頭去洗厕所 我看了昏倒你知道嗎 我如果說 我辦法努力一輩子 然後把所有錢存下來給我 然後我又努力一輩子 又把錢存下來給我和神 你難道覺得我那麼神奇 我這樣努力的目的 是為了讓我孫子去做 我祖父那個時代的事嗎 不可能嘛 社會天穆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孫子不用再做 我祖父時代做的那種普篩物 這還叫社會天穆嘛 台湾人就是很奇怪嘛 你不要押忆 搞不然下次就來一個總統 穿短褲褲擺脫 然後去 其實這樣 這個勞工精神 因為 他 兩輩子八年一公尺 廁所是刷的意思 然後他又要不去刷 那八年 所以觀念在這個方面 就是 第二 第二 二三個問 有在一起 就是萬宇老師剛剛講到 第四集產業感性經濟這件事情 大家可能看得出來 如果本人其實是念中國文學出生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呢 就是我想分兩層面 第一個就是 這些所謂的跟融化 都創意相關的 就在本城上 就是大比方 可能我的學姐是黃貴城 大家可能都知道 一種考驗的 我都要拿 算是作家 所以也是個作家 我學姐是黃貴城 大家如果 要談 文學的話 大家要聽我談 可是要聽黃貴城談 我談正常人 怎麼都要聽黃貴城 我覺得這很合理 而且加上現在的那個資訊 就是各式各樣的 網路資訊 公開的課程 任發的狀況 其實 我覺得這些 這些在文化方面 能創造出來的舊業 他其實是因為 要不然就是 會萎縮 要不然就是大家 你會逼迫著大家 比方說 比方說 你在各式各樣的大學 現在都有中文 都有所謂的中國文學系 對不對 可是其實裡面 各式各樣的獅子 講真的就量用不起來 有的人可能 你替他一個學習的課下來 你不如不跑去聽那個 聽柯慶明講 一個小時的課 那這是事實 那 到不然就是我們大家 等要繼續委屈 在這種 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為什麼 學生 要做在特定的時間 做在特定的場合 開的聽那個人 其實 品質 也不能有保證的一個人 就來去講 講 講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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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完全的課程 而不能夠上網 在他自己 需要的時間 去挺 挺 最優秀的人 去講 台灣完全 就是 就是 要不然我們就是 要維持在那個 舊的模式裡面 他才會提供出來 足夠的就業機會 但如果我們 朝鮮一個好的 開放的 開放的模式的話 其實這種 文化方面的產業 他註定他的 就業的人口 不管在創作也好 在教學也好 在評論也好 他註定為什麼 他註定就是 註定他 就是只有 社會裡面 極少一部分的人 可以 以此為生 做一個產業 來想像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他有一點 有點落差 那 第二件事情 是 第二個問題 關於這個 感性 經濟的部分 我想要跟大家 講個故事 就是 我小時候 我 爸爸 會在睡前 跟我講一個故事 叫做 雅山歷險機 雅山就是我跟我哥的 尾巴合起來 就是我哥叫鳳俊亞 我叫鳳俊山 雅山歷險機 那我記得 好像講了兩三年吧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 就是 反正主講 這個雅山 然後許多的佛伴 什麼機器蛇啊 機器羊啊 機器龍啊 然後機器蛇 為了要保護大家 所以自暴啊 所以各樣的情節 我們不見都還記得 然後我們後來看 系十二生教的時候 才知道說原來 系十二生教 就超我爸的 對吧 那 好 大家知道 不過來 那 那 我實際要說的是 因為老師 剛剛一直想到 那個 搶個關於Story 這件事情 就 讓我回想到這件事 那我想像一下 我心不希望我的孩子 將來是 就是 老實說 我真的寧可 就是我們把 這一些感見證據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回歸親子 回歸社群 這麼累才正常呢 我們把 把這些 這些東西就是 大地方 就是我們 通通跑出去就業 然後晚上家裡面 沒有人在陪孩子 然後我們去請專業的忙 我們要可以跟 就是幫你孩子 好好的 然後這樣做出生就業 我覺得這樣 真的是 對嗎 就是我們要市場機制 來去取代 或者是 或者是 見價 所有一切的社群活動 這樣這些 這個我們應該追求的方向嗎 還是 我們是不是應該 要回過頭去 去找出來 那些 真的存在於 社群和親子 和人之間的連接 那些東西我們 我們也許 也許 我和我爸之間的連接 他沒有辦法 被一群 錄音帶 或是一個很專業的保護 取代 因為保護會離開 我爸會繼續 留在我身邊的理念 就是主要這兩個前面 這樣嗎 我 所以 我其實不是 並沒有希望完全讓 就看到第四產業 但是第四產業 我覺得必須要創造出來 因為那是對人類有意義 這樣子的東西 沒有被市場花太可惜了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降低公尺 好 有很多經濟學者其實都認為 降低公尺只有德國跟瑞典做在哪裡 因為它有種公務 它是一個政治上的一個民國水準 那這個事情我也很願意 其實我今天沒有控制整個一件事 我覺得台灣所有的改變 最後一定要有全國總公會 全國總公會不出現 好多東西都無法用事 全國總公會出現 才有辦法勞資 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所有的問題的解決 其實是來自於 勞資要具有對等的關係之後 它才可以做第一次的索得分配 對等的關係 或者是一個長遠的關係 那 我們這樣講 如果你把托育當作是一個政府的學位而已 OK 那就可以理照再加自學方案 在歐洲再加自學方案 不是說 好 你不來上學沒關係 我可以讓你檢定即可 再加自學不是這意思 再加自學意思是說 你認為政府服務不好是不是 好 我每個學生政府用了多少錢 你自己教我給你錢 在他自學時是正常案例 那如果說你把那個 把照顧這件事把它給公共化 那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 那圖書館有講 有講那個被攤去兜裡的人啊 我就拚在圖書館啊 就是故事的啊 然後外婆媽媽精進加班 我沒有空 我就把它送去圖書館 它有很好的造物資質 國外都有很多的社工 社福在做 非常完整的社會服務 它通通都沒有 那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可以說 我要去职的 我們去部分我要做 對不對 好 就像再加自學一樣 再加親自 你不可以享受 徒書館這些東西 但是可以利益的外面 這些制度都是可以去思考 去設計的 那你先要有一個 公共服務的一個 基本的概念 在前途 因為喔 有為什麼 時代精神的目的 其實我是很難接受的 為什麼我說他的倡議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 最困難的 因為他沒有去面對一個問題 人的知識 他沒有去面對人的知識 他沒有去面對人的知識 很多人都會恨得癢癢癢 憑什麼 你什麼事都不做 你就可以拿到錢 你就可以拿到錢 我老實講 時代精神那樣有什麼困難 很多國家都有所謂的 Binima Income的這一個保障 對不對 最理所得的保障 有沒有 馬英九這一節講過 副所得 所以就是要最理所得的保障 有沒有 最理所得的保障 就是時代精神在講的 無心幾副嘛 無條件的心是幾副嘛 就同一個意思嘛 只是把命令 你看你的assurance 稍微才高到 看要到哪裡而已嘛 那所以老實講 這些制度都是可能的 但你真正要 抽象的講它是可能的 你真正要去思考的問題是 會不會有人做你 然後大家會不會覺得甘願 會不會覺得甘心 所以我才會去講 你社會福利 事業保險 它的社會很正面的功能 你要把它講清楚講出來 你把它講清楚講出來 所以大家就能夠介紹 國外大致上 也是一個基本概念 政府絕對不是越小越好 政府的規模有一個叫做 optimal size 你這樣想啊 如果政府越小越好 那我就無政府主意就好了 無政府真的會好 連馬路都沒有 怎麼可能好 所以政府一定有一個 就是minimum size 所以換句話 政府有一個optimal size 這個不是問題 不用再正面 大家的問題是 政府的optimal size是多少 然後掩陣手GDP 是GDP的幾個不勝 很有趣 答案 也一點都不用答案 歐洲 北歐的最佳的optimal size 也就是說 達到政府的 使用的效能的最高位 45% 政府服務佔GDP 45% 達到最佳GDP 低一點 對經濟有傷害 多一點 多一點 不效一點 那可以到45% 但是我們發現 非洲落後的國家 政府的optimal size 是12個不勝 政府的支出 占GDP 12個不勝 13個不勝 結論你知道是什麼 民 公民對政府的監督 監督業有效 政府越連 政府的optimal size 越大 台灣 台灣就是剛好倒過來 台灣今天的問題其實是什麼 政府不連了 所以它的optimal size很小 所以偶爾變得到果為用 政府這個又浪費 然後我們就要 現在政府變小一點 所以就越變越小 然後就越變越無能 然後變成社會上很多 必須由政府解決的問題 都沒有人在注意 然後就變成越來越有錢 然後一直像住一樣 住的像住 吃的像住 所以我沒有一個配套的思考 就最問題了 台灣今天的問題是什麼 政府不連了 解決辦法是什麼 逼它連了 監督它連了 然後重新選擇媒體開選 爛的媒體不要它 酸民的東西把它罵 有些酸民來甚至嘴賤 我把它叫賤民 賤民一定要去抵制它 我們去建立一個公共秩序 一個好的公共的媒體環境 有好多公共的媒體環境 才有辦法促進政府的聯堂 促進了政府的聯堂 政府的Optima的Size就會提高 政府就可以 以更有效率的方式 提供更多的服務 政府提供了更多的服務 社會就越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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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就不擔心事業 不擔心事業 你就不會有今天的問題 我們今天中文系這個問題 為什麼不能解決呢 因為今天中文系的人 是很高比喻這個素質不好 這個是不是要嗎 想素人素質好嗎 老師你真的很會講話 那這個不是想素質嗎 甚至是念中文人 只有極少素人素質好 其他人真的素質不好 我真的也不敢把孩子 去其他人聽不懂 但是你又到國為英了 中文系為什麼素質不好 因為它就業環境不好 就業環境不好 所以大家不願意去嘛 所以最後是沒有系列的人 去念中文系嘛 但是你把中文系的 就業環境搞好的 結果會怎樣 好的人才就會去念中文系啊 所以你不是說 中文系人才不好 所以我們不要發展中文系 都是錯的想法 你的特徵想法是 我們要不要發展中文人才 要 那現在中文人才 為什麼這麼差 不可以 好 我們就開始檢討 它差在哪裡 因為它有足 我們幫它多創造一些比較優質的足够 可不可以 那太優惑了以後 就一大群的阿狗阿狗阿貓都要來當於乘數 對了 那怎麼辦 一樣嘛 消費者都有選擇嘛 所以我兩種方式嘛 我弄一大堆的這個 古典音樂會讓你們去聽嘛 那如果這樣 DO 夠 那怎麼辦 我可以弄一大堆古典音樂消費券 那你用你的消费券去听了 它就可以拿到钱 那所以十个乐团 只有九个乐团就拿到钱 另外一个乐团就倒掉了 倒掉有什么关系 我刚才已经讲了 只要社会的机能是完整的机能下 事业的人就会被人家 比较有能力的人管他去拿走 那如果说你古典乐有九个团 第四个团倒的 然后剩下九个团 没有任何一个人要你 那代表什么 两个团就好 你实在是太坏了 那你回去修了两天 出家 出家那你会有人养我 你就不会失业 不然就是你不是 做人爱账 你是不适合古典音乐 那你转的好 你总之说没关系 因为我说失业有社法比资保账 你去学 你要学到第四种专业才是福尔 没关系我让你学 社会呼吁的目的是什么 让年轻人有尝试错误没错 我可以经过十个职业 然后才终于找到适合我的 然后呢发挥所长 我们这样的社会是这个跟一样的 我们以前因为太穷 我们不可以没有能力 afford这样的社会 富裕是什么 富裕就是我可以afford的更好的选择 可是我们的钱一直没有用在正途了解 我们钱一直都用在不对的地方 为什么资本家要捡税 希望他投资社会 结果我们资本家捡的税钱拿去哪 投资大陆 然后大陆再把那个钱拿过来再摆台湾 然后我们投资大陆打败了台湾的农业 然后我们投资大陆打败了台湾的制造业 我们钱乱用嘛 所以我们不是没有钱 我们老实讲台湾人穷一点 可不可以今天事会还少一点 我们已经钱多到是用钱 一直在炸自己的钱 这是我们自己的认真事 还有我哪一位 我们先取一下什么 好 那我们等一下 1 2 3 4 现在大家都有机会 就是这四位 好 好 大家好 那就是 呃 来之前就是有稍微看过洪老师的文章 还有小凤文章 然后对于自动化有一些了解 我们自己的那是社会工作 念社会社工的 对 然后就是小凤的技能征 司机之识 还有会负责 然后刚洪老师讲的那个自动化 然后让我觉得非常好 对因为会让我重新再去想到我们 现在所处的这个体制 ROC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这个体制它就调为了它的荒谬 就在于说我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今天在这边讨论 都是正常国家 政府国家在讨论的东西 那会更让我们去 试试到另外一种局限 没有办法来保证 或任何学院在这边 就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到说 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体制 就是不正常的一个国家的状态 对 然后我刚刚想到想 会忘记的一个是 今天会不会因为就是因为国民党这个 流亡政府在台湾殖民讨论 这70余年的关系 让我们台湾迟迟迟没有办法进步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转型阵营 没有像佛佛一样做得这么扎实 我说的转型阵营是不包含说 台湾原住民族的转型阵营 跟我们过去台湾 不太大事件的转型阵营 这些地方没有好要被弱子 没有好要被面对 所以我们在造成说 我们在政治基金上 永远没有办法做一个 充分完整的一个对话 会不会在这边 那有没有想到说 国民党它的党产 国民党的问题 国民党号称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政策 它的党产上半的兆元 那我们在听同时在说 就是我们政府在跟企业在互动的时候 如果今天这个政府 它是包定的一个既得利益者 非常强烈的一个心态 而且这个既得利益者 就是一个中二 一个屁孩的心态 在跟我们企业在玩这样子的流资 就是金钱的游戏的时候 会不会是中间也是造成了台湾 没有办法的一个经济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一个发展的一个状况 我们会有今天问题 其实非常重要 早期民党为了要起来追职制造男律啊 省级啊这些对立 所以我们花了太多力气谈 统独省级这些事情 反正台湾要变成一个怎样的社会 谈人屁股的工作 民党要想出福利口 在脚囊就大概 我老实说 我怀疑立地哪还有几个人气的 他谈过福利 蓝绿他平没有那么大的 国官福发就是蔡英文送给台湾人的礼物 是被暖和酒把它给消除掉的 蓝绿各位不要以为他平那么大 那这个过程蓝绿一样干的 过来都说但是我老实说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你不要一直以为 办了谈就解决问题 或者办了谈就解决问题 民主不是这样 民主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选民是散众 不可能直接管理政策 我们都变成狗费火车 讲最简单一句话 我去跟地方的市议员讲什么什么什么 讲话以后他说 不教授你以为你是谁 你就是银票 我是三千票当选的 听什么我听你的 那我就是要去找三千票 我就是没有三千票 所以民主的意思不是选票 民主的意思是组织 那两党 我们所谓的三权分立跟两党政治 你要记得 那个是启蒙运动的时代 十八世纪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三人是很卑微的 所以三权分立就结束了 到后来全三人的财阀越来越大 就需要媒体来揭露官司攻击 可是等到财阀大到可以买下给媒体的时候 你视权就不够了 所以才会有危机解密 需要骇客去揭露媒体不愿意揭露的讯息 意思就是说 当财团的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 我们的监督的组织 必须要是多层次多元的监督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在散众的选民 跟监督政府之间 要有一个组织的公共的领域 就是哈维尔老师讲的 这个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 公民社会的基本概念不是公民 是有一个可以拒绝公民的这样子的场域 是要有一个可以把公共意志给明显化 呈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闖门 是一个公共的闖门 我们台湾的哈维尔老师在哪里 今天这个勉强性是一个哈维尔老师 可是这个不是常态性哈维尔老师 所以它的声音是随风消逝 所以它需要什么东西 它需要NGO 我今天没有空隙讲 你去查全世界所有社会有的观察 一个社会有多进步 它的政治有多进步 等效于它的NGO有多进步 台湾需要的事情是什么 NGO要有能力 专业能力强到可以挑战政党 有能力指出政党的政刚挫战机 NGO要发展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政党就没办法骗 所以国外你去查 国外的NGO经常是什么 是大学教授在participate的 大学教授在地 所以它的水准是有达到 大学教授是自己能研究这样子的水准 我为什么他去退休 我退休就是要去扮演 类似这样的形式 我们必须要有人离开政党 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去做深刻的研究 那这研究出来 有办法带动舆论 台湾的政治 你不要一直觉得不可疑 我们今天实际上有注意 是你们这些网民 乡民 酸民 贱民 你们今天热议什么东西 所有媒体就跟着过来 已经是这样子了 所以你自己对于上网的行为的自觉性 将会决定台湾媒体的行为模式 所以你界定你那么多的酸民 如果台湾还可以一直有这么多酸民 台湾是会永远不愿意的 这乌游的东西 你随便什么东西都愿意开 这是你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所谓的public domain 所谓的第三部门 所谓的NGO 这个东西才是台湾未来的希望 只有这些东西 我讲一句很难听 但非常写实的一句话 只有NGO成立了 你不要把政党的党主席 当成回答问题 你要把他干成狗 他们就是狗 你就要他有能力操纵 让他活动 我们现在没有嘛 我们是被他们绑架 他们只要谁是联选一次 谁赢了就谁坐庄 我们得按出钱 连选输的人 他的竞选机会都多到 还可以去成立的小银级进会 这台湾的政治社会 非常好拽检的一个行业 所以我觉得全部都不要乱约 台湾从老业社会 从一个专制社会 要走向有能力 形成第三部门 它就要经过一段一段一段的过程 我们就是必须要期待 民进党会解救台湾 我们就需要走过这个过程 然后才会看到 八年的民进党的态度腐败 然后呢 才会含泪投票点马英九 然后再看到马英九的没救 然后再把所有的希望 投注在蔡英文 然后再看一次 我就准备再看台湾人 再顾一次 再顾法 然后才终于绝对 绝对不能让任何一档 完全执政 因为到现在都还有人准备 要让民进党完全执政 那没关系嘛 我把这叫社会学习过程 我们就是要不切实际的幻想 通过段谱的过程 一个一个一个的作品 这是一个过程 那有作而没有力不够 不要觉得德国都要不起 德国在威马共和国的时代 也是一样直接一直哭啊 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我刚刚讲那个欧肯 那个order liberalism 他们就是在纳粹德国的时代 开始思考这个社会该怎么走 他们后来在这个纳粹二次大战结束后 他们扮演了全国最大的道歉 教育了全德国一整个世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跟公务员 让他们了解法律跟经济 如何要结合起来 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 而如何可以让它变成 有一个社会主力的目的 他们真的把整套的制度 设计出来理论讲出来 我先问台湾大家一起讲 台湾有哪个学者你听说过 或哪一群学者你听说过 真的大大实实站在台湾主地的立场上 思考台湾问题过来 我们今天很多基本问题都没有去想过 台湾没有能源没有矿场 你要费合你需要有什么费到 我们到今天台湾 台湾问题都是什么 随便人家德国的这样做 人家对你的人这样做 就操耶 你能操吗 所以我常常讲 台湾人今天最重要的是 要回答几个问题 你台湾到底有什么 连这个都不知道 后面都乱讲 台湾到底没有什么 台湾能做什么 台湾不能做什么 台湾最适合做什么 卖给谁 我们这个问题都没有去想过 我们只是觉得中国人方便说 他一直去卖给中国嘛 卖给中国是一个最好的嘛 不是嘛 台湾人适合做什么 这个就适合做来光嘛 不是嘛 所以台湾的今天是 甚至连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都还没有开始 我在讲更荒唐的事 我们可以用五年土板印 绑架整个学术圈 规定台湾的学者 要用英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 谈美国人有兴趣的话题 你懂不懂这是多荒唐 全台湾的学者 没有人在考台湾问题耶 而且是政府规定的耶 台湾这样会有截图吗 我们当然是一堆酸民嘛 你们知道嘛 我们的硕士论文 我们的博士论文 英文叫CISERS CISERS 你再去查它另外一个叫主题 你知道什么叫论文吗 当年不骚的人类不平等的企业 就是欧洲人很纳闷 人为什么会不平等 所以就定了一个题目 主题 人类不平等之几人 什么叫HOPER PAPER 来 你们有谁可以对这个主题提出论诅来 学术诚言论诚 所以我曾经提倡 国家会百分之十到二十的金会 全部要留下来做什么用 第一个叫HOPER PAPER 你们大家来听 竞争 给你奖金 台湾未来十年内 最大重大的十大问题 必须解决的十大问题 你要为台湾 总要先找出来 解决问题在哪里嘛 国家要研究这个嘛 国家要研究这个嘛 国家要研究你会干什么 台湾最重要 未来十年会发生的最重大 十大问题是什么 我就是给一笔奖金 就是做这个竞赛 竞赛完以后得到了 三大问题 或者几大问题 接下来就是什么 偷火火工事 你要自己去 国客会 你要成立研究中心 要回答 要这个重大问题吗 你要怎么解决吗 你要用怎样的研究团队 来解决吗 你自己来提研究计划 问题打不清 你国客会 当然Science 有一大误会 有误会务 没有目的性嘛 FINE 台湾是个小国家 你不可以 什么都没有目的性 你国客会有一个责任 学出去有一个责任 必须看到台湾的社会问题在哪里 必须要是办法去Propose该如何解决它 我们台湾开始这件事没有 没有嘛 到现在还是在问嘛 吴教授 你去管德文在哪 你是不是客家的 好啦 要不要比克线豆 来啦 我爸提到在那里嘛 男女神奇跟比克线豆有什么两样 我们不是国家嘛 除了文言讲 讲到最后都是一句话嘛 你们有谁愿意跟我一起当国民嘛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OK 你是不是国民啊 台湾是什么 我们准备去建议台湾 因为让人爱台湾 爱台湾爱个屁 最往哪有问题都没有 对不对 吴教授 不知道你还有没有时间 你的时间可以提这个问题吧 我想 今天的议题其实不是国外的问题 这个机器人取代 台湾的经济不好 跟机器人取代 恐怕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也没有发生 所以 我觉得台湾的问题 可能是我们更有兴趣来讨论的问题 首先 刚刚讲的这个 简先生讲的这个 好像基本工资被控制了 不能调高 但是即使在好像是五年前吧 十年前的基本工资 事实上 达不到这个基本工资的大概有七八十万 所以 这是计划的问题 还是这个基本工资违反了市场机制 你根本没有办法再提高基本工资 是哪一个问题 所以 并非说你今天政府或者是企业 愿意给一个高的金融公司 但是 很多的企业说那些付不起啊 所以很多人愿意去接受这个 也不去举报啊 因为举报了 他自己也就举掉工作了 这个才是被案子 那 台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 从经济奇迹 亚洲是小红之手 变成现在亚洲最后一年 对不对 全世界这个 这个叫做FDI 联合官的直接投资 曾经倒数第二年 没有人愿意来投资 所以不是税上多少个问题 是人家来投资赚不到钱 这个问题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 从经济奇迹变成了 今天的这个现况 只有一个原因吧 因为创造经济奇迹的那些企业 统统外移到中国 给越南去了 为什么大家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这个企业要移到中国 移到越南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改变这个环境 或者引进 中国台 越南的劳工到台湾来 为什么不这样做 开始劳工组织反对了 这个为什么一定 我们整个的一个政策 是一个违反市场精致的劳工政策 出来了这二庭 几乎二十四年 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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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评论里面连续发表两天 然后我会再继续往下写下去 台湾的产业没有升级 这件事 很多人贴心利益的接受 都无法接受 我第一件事情 韩国在这个 Gloomern 这个 恒博中刊 有一个叫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全球创新指标中 韩国得到的评价是 2012年第三名 2013年第二名 2014年 20151991年 韩国做到 我们都知道韩国做到 这件事 我不服气 我不服气 不是说韩国拿到第一名 我不服气 台湾输韩国 我马上贴下来讲这一天 我出国的时候 我们这一辈份 谁出国奔过韩国人的学生 没有 我拿到国事学位 我在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黄连孔的 不是日本人 就是台湾人 谁奔过韩国人 我们曾经领先韩国非常遥远 我在学术界发表 顶尖的学术期盖 我什么时候看过韩国人 没有 这种状况 我们领先至少20年 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所以我们要问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有资金 我们有人才 为什么我们产业没有升级 我告诉你一个人 最大不是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TMT LCT 产业 的自主研发技术 曾经超过韩国 我们的TMT LCT 的老板 第一 曾水扁千业 两兆双兴 指定公股银行 补贴钱给他 国外的设备 十年内要折旧完毕 他特许三十年折旧 所以他的当时一开始的成本 就只有国际成本的三分之一 剩下三分之一 全部他赚了 赚来的钱还可以股票分红 股票分红不用费用化 股票分红涉及四个罪 国际标准的 你第一个 你侵占着原始股东的资产 所以第二个 你作为一个董事长 你侵占原始股东资产 你犯第一个侵占罪 第二个费性罪 第三个 你所有的这一个发生股票 其实应该 就像后来要费用化 你不担费用 你违背换期法 然后你把你的所谓的这一个毛利 把它给换出 所以你欺骗欺捕兜 所以有诈欺罪 国际标准是四个罪 当时用股票纯衡这个制度 让多少人 我别人不想 张忠盟回台湾一张股票都没有 现在我有看看他多什么股票 那整个制度就是鼓励他们怎样 我今年的业绩 算的就是有餐与今年的所有的人的钱 OK 十年后会到 那是公股银行的事 所以我们整整 至少在沉水扁这阵面 不是只有沉水扁 男律都做过这个坏事 我们利用国家的资源 鼓励企业界追求短多长后 所以台湾的研发能量超过韩国 竟然是TLT OCD的老板 去跟行政院长讲 你在培养我未来的体能 因为你继续研发下去 你会有台湾的自主的TLT OCD的技术跟差 我都够进口 因为我抢着要赚钱 进口 我今天下单比例就开始印招票 我自己可以印股票 我当然是急着要赚钱 我不想要自主研发 自主研发是二十年后的事 我十年后就要退出 我干嘛是追求二十年后的承载 但是你公园院如果研究技术太快 你十年后就肥养出一个TLT 竟然用这个理由跟行政院长讲 你必须切断官业技术研究院TLT OCD的自主技术研发 我决定百分之百四十 这个制度下来的结果 今天我们TLT OCD为什么输了 Loyalty没有下降 我看韩国的那一个关于他们的 我们都鼓励奖力研发 我们奖力研发的结果 韩国是这样 这个是Loyalty占它的技术成分含量 它的Loyalty是这样 从90%掉掉掉掉掉到50%才有20% 但自主技术提高了80% 你去看台湾 我们一样研发奖力教练 我们自主技术会死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的最大TLT OCD 第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韩国的Loyalty已经降到 甚至它所有技术研发量的50% 我们还是90%以上 所以我们负担的Loyalty的成本 也比较高 第二件事 韩国的TLT OCD的设备 自制超过90% OK 所以它的NNT 台湾的设备商 曾经做过TLT OCD的设备 免费拜托TLT OCD厂 税用 TLT OCD厂说 我所有人都在生产线 我不是慈善机构 我没有空派人帮你这些机器 为什么这些老板都知道 这个是多多三高均率这样做 我刚刚已经讲完 因为整个孙度设计 鼓励他 你今年赚的就是你的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一年可以赚好几个资备了 所以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 到台湾技术低增长 今天的技术发生就是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 科学园区 我再讲给你一些 科学园区把所有其他产业所能够用的资金跟人产炸干 它炸干的方式是第一个 因为股票不懂 股票不懂其实就是赚 纳税人的钱赚公股营囊的钱 拿公股营囊的钱来西零员工 西零员间人产不只是这一关 还加一个 你们大家可能知道很少 当年台积电他们带头 用国防疫把人产绑架光了 只有去台积电这少数几个工厂的人 他可以硕士毕业直接去台积电上班 股票是满两年就可以零股票 所以英文叫exclusively 所有人才全部进入了代工产业 全世界只有多好国家 把预留人才拿去做代工产业 那我们竟然把所有人才都拿去做代工产业 我今天没有跟你们解释太多技术细节 我是跟学研教授 我很清楚 你只要是代工 你技术进步的空间非常地行 我们是自己 用政府官商勾结的制度 把自己二三十年的技术成长全被放弃掉 废治废的功能 这个制度是不对的 外商法人老早就刚一过很多次 每次外商法人要求股票付款费用化 话题一上报纸第二天 我们把园区养害大 园区有办法第二天就让他股票跌进来 一直跌到行政院长出来 说我们不会股票付款费用大 但是最后为什么还是趋于外商法人的压力 因为我刚讲那四条罪 你明明就是这样子的人嘛 最重要是我们大会的事 还可以完了 我们因为这样 科学园区内的税平均的税是5% 工业区的税平均是18%到24% 行政院委托交大管科院做研究 研究传统工业区四维的原因 五大理由三个都是因为科学园区不够平静者 长商宁可在科学园区外面等 也不延续工业区 所以科学园区加速传统工业区的没落 加速传统成统组组组组组 不完全是因为控制 加速传统成统组组组 还没完 你这样子搞下来 所以我刚才问那句话 为什么国科会变成 台湾最重要成统的辅助人 你国庭当年的药物规律 我因为在先祖我印象还很深刻 科学园区其实原来是什么东西 研发奖励租税全面 但有一个条件 科学园区只能设实验室 做研发不准量产 那时候还规定 头发不可以超过二层头 后来就是张中佛他们这一票 我不知道是谁 是办法理产业的人 带头跟正宏讲 我们的研发要做到量产结束 是量产结束才算是研发完成 然后他们在园区做实量产 实量产完以后说 我们的社会太轻易 移动以后就会报销 所以不可以报销 还有我们的参数调整很困难 一移动全部也发要重量 好就知道 让你在园区内继续做量产 不是为了在园区量产 你这样就搞到整个帐户的程度 现在的问题是园区内 从园区到量产全部都在里头 哪一个部分可以注税前面 哪一个部分分啊 全部是量 我还没讲完 科学选举对台湾的贡献有 对台湾的祸害是深 非常的深 但是我最气的事情是这样 你自家科学派 你就第一次来反对这件事 你自家科学派在台湾这么盛行 为什么不把这讲清楚 你没有市场 台湾第一市场没有公平竞争嘛 第二市场没有公平竞争嘛 第二市场没有公平竞争嘛 你自家科学派 你两件事你都该讲嘛 都不行 台湾有今天 我们制造人员 不要再引进越南的劳功能 问题不在这里 你要跟越南 所以我说我们是四高一日产业 你看喔 我们高浩能产业 现在又有人支持家 又要设备变成 高浩能产业 你就是没有能源的国家 你为什么要来高浩能产业 所有的基本的竞争概念 叫做引起资产工人之短 对不对 我们的教育水准是亚洲最高的 我们没有发挥高教育水准应有的产业 我们不去研究这个问题 你的人力素质这么高 你产业素质这么低 就把我老师有marketing failure 而且这个marketing failure 通常是garthing failure造成的 政府被保险 所以你要先去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台湾的教育 我刚刚已经讲了 人家韩国可以把教育水准的提升 变成产值的医生 为什么台湾能用吗 因为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吗 不可以到过来说 竞教授你不懂经济学啊 我提的问题就是 明明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得要回答的问题 我们曾经领建韩国产生20年 我们的电子产业我在讲 所以我还要干脆去管中理 你要讲话起码去查事实 你说台湾培养不住人产 好 电子电机产业 学术圈大家公认 学术圈的一个最基本的 我们夺进的成就叫做 Igboyfriendals 去查查部落的 我逐年列给大家看 台湾的Igboyfriendals 就比韩国多啊 甚至到三年前 都还是跟韩国一样多啊 我不是说总数学 我说每年得到Igboyfriendals 是吗 还跟韩国一样多啊 那问题是 你搞了一个500 全台湾的理工学教授的研究 都跟职业无关嘛 你记住什么设计上去 台湾全部都是做法式币啊 对不起 帮我帮 帮我帮你往前 我让你们知道 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问题 完蛋了 我给我这么少时间 要讲这么多 其实这个应该是 总统后选人的 对不起吗 你先往前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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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我们到了成春的时候 很务实 台湾就是中小企业 无所谓 中小企业有助于财富 平均分配 我们要让中小企业升级 这就是德国所谓的 以及冠军 德国到现在 最重要是他中小企业 很多人凭借德国的经济 说他体质特别强 都已经讲一句 他们叫Midern 中小企业很强 他可以有人的工师 还可以有博士 他们怎么做到的 我们台湾也要做 程中说 我应该往中间企业发展 我完全容易 他的配套通通都没有 最大问题就是这样 有口号我没有配套 我们开始看来 为什么没有中间企业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有资金 有学术 有人才 什么都有 没有办法进入商业 我们就要严结到 为什么没办法进去 他要往前面 技术要是 你是不是要研发能量进去 那至少要有人 把国外的技术 跟学术 擴散进来 这叫Taknotic的修权 对不对 学术圈要扮演这角色 对不对 武力无法力切断 不准他跟中间企业 不准他跟中间企业发展 对不对 OK 所以第一个必须要有 这四个都是Message整理 确定不可 你自己制度把它切乱掉 好不好 他是不是因为他要upgrade 他要找新的市场 他要upgrade 他是会有分析 他是要try an error 但是一定还有一段时间 10个厂可能跑3家 跑7家 可是那个没有倒的 那3家那7家 他也是要5年10年撑过去 对不对 你是不是金融机构 要有能力平估 然后让他有助于 抵抗风险的资金 我不是说每一家 我不是说够强的 你总要让他资金进去 我们没有 我们的资金工资金 被清定 去保护特定的产业 我们的吃苦的资金 全部都在草地皮 因为草地皮的货率实在太高 然后大陆的学者说 台湾的金融业不发达 因为太多资金 压债风险太高的地方 我就一看就知道 你们这些学者不懂 台湾人的私人银行 草地皮是挺风险的 我弟买错 我怎么可能会买错 我弟买到这里 行政界制度 就会把公共建设排过来的啊 我怎么可能会买错 所以当理工股跟私股的资金 都往那边去 所以剩下资金当然要低风险啊 所以剩下资金就变什么 你多少接班 我就借你多少去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创新的资金 完全没有 升级的资金没有 我要人才 我为什么特地讲国防疫 你把疫苗人才拿去考代空 然后真的想做 研发到他的人才在哪里 没有 所以你人才也进不去嘛 研发进不来人才进不去 看公共的资金也进不去嘛 中小企业最大的问题是 它的规模不外正 所以没办法这里分发 所以它对于市场资金不明白 政府补贴企业钱是最大费的 政府补贴企业最好的方式叫资金 因为它怎样 它是不具有政治补贴对象 它是可被重复使用 所以政府应该要想办法 去动国家市场资金 通过产业工会来商量 如果说这些大老板 我看到 以我今天的技术 我换成做这个产品 卖到这个国家 可以赚这么多钱 它就会有资金 它就想要花多一点钱 便宝的人才 那你不要再国防疫 你要让人才给我进来 他会想要赚这个钱 那你辅导他去做 写这个计划书 对不对 他会想要做研发 你不要把学者绑死 因为我没有买一个绑死 你真的把他全部收掉 十个基业会倒九家 没有关系 只要有一家成功 成功的那一家 会把另外九家的人吸纳过去 市场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 市场其实不比政府了不起 他的厉害在一个地方 政府一通知 只能通知一个 他有可能失败 市场是一次死可能一起乱 他很自然就是 你倒了 另外你他太早进入市场 市场不成熟了 没有关系 你不要怕他倒掉 他所有训练的人才 他会接受 他是第二半 他又倒了 你不要怕 他们两个 这个累积的人力技术资讯 会被第三家抢 取收中 第三家撞一成功 这些所有失败的流头 都得出这一步 这个社会自然就一直上去嘛 所以前一阵子 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 谈中等收入陷阱 我就讲这一句话 中等收入陷阱 对我来 从技术角度来看 无法理解 只有一个方式可以理解 一定是institution 也一定是制度绑死的市场 所以市场没有能力够潜伏 在开始之后 这四件事是谁搞的 不要再跟我讲说是马英九 或者叫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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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美贪图多少 根本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你把这四个绑死了 你是不是就上不去 所以你 大家都看不到未来 就是这个原因嘛 我学生四十五岁回来找我 他看不到未来 你当然看不到未来 因为你已经三十年 蒙古在那边睡觉 一直都以为你赚到钱 然后经济学者用道口为因 你明明是政府平坦 把企业分成升学班跟放调班 然后结果就用道口为因说 你在科学研究产值比较高 传统产业产值比较差 是他厉害他不厉害 你看道口为因 他有稍微厉害一点点 他一点都不弱啊 是你硬不让他活下去嘛 所以我们的政府在过去 经济对发展没有这么多 然后最后一段 老公的件事 他为什么不敢举报 我跟你讲 如果我有德国式的失业保险件 我当然敢举报 那个临时工资的这个争议精神 我又花太无聊了 尤其有把重品来跟人家谈这件事 我觉得是看不起中央研究的面子 基本工资增加失业率 不一定 但我却真的好会 那又怎样 我本来就是要有失业 我刚刚不是一直讲 失业对一个社会是好事吗 前提是什么 配套 什么配套 失业就记嘛 我有失业保险 我有失业福利 我有在就业嘛 对不对 我就用基本工资 我就用调报 我要让做的场倒掉 你老板不够格 不要当老板 资源被你在那边拿在手上 你做角色干什么 反正对社会是一个不好的事嘛 你没有资格当老板 你就去当贤毒嘛 你去领薪水嘛 你的员工过来 你如果技术好的 马上别的场需收嘛 技术不好 我再教育嘛 基本工资本 基本工资的开胚 逆支本就是要配套嘛 怎么有那么蠢啊 哪一面梦 你就要跟人家在那边 变来变去呢 没有系统性思考 我觉得有事 可以把这一群 重业的面子 我补充一下 几句话 刚刚提到那个金屋工作问题 韩国 韩国以前他们的薪水 只有我们的 差不多是我们的 差不多八成 差不多八成左右 那现在我们是韩国的六成 你看落差这么大 才十多年耶 那台湾如果基本工资本身 我一条的话 就是让 刚刚 老师提的 可能不叫我提的 就是让厂商吃麻辉嘛 我用低一点的工资 我赚低一点的工资 我压低工资 就我赚钱 我这个工资失意 我就没有全赚 然后就回事 我们的薪资占我们的GDP多少 全球最低 44.5% 薪资在GDP 只有在44.5% 市交上哪里 大部分有成人口代理啊 那就是公平啊 因为不公平 所以你不改变制度的话 不释放出来的话 让那个固主知道 我不能只用低工资 我们为什么不能研花 我们不能为我们的研花 所以才进来 你要瑞典才900万人 比我们瑞典的人口少 但是国际化的工资最多 不管是一一性 不管是包括 不管是那个什么 我那个 现在我们有那个家具 IKEA 那就是全球市场率最高的 例如这样 欧洲跟美国 现在 它那个 那是什么 伊莱克斯 伊莱克斯的产品 都是Dance产品 都传统产业啊 没有放弃啊 他们呢 医疗 医疗器材 还有那个 刀具 那是全球第一的啊 我们呢 我们现在那个 什么 推牛奶的叫什么 刀 那叫什么 刀 乐意吗 所以乐意的话 那刮那个 送多少 多少钱一斤啊 台湾是没有 一工资 我没办法去做 没办法培养一些 哎 我的薪资 我有 我有那个 什么的 业力 我有尊严的工资 那你能够 栽培降业 台湾做到 那日本做到的嘛 日本 1960年 施天国人当首签的时候 韓国劳资对比最严重 可是薪资很低 劳资很可憐啊 后来怎么办 他说不行 一定要把这些都写 他谈 薪资 贝资计划 日本的薪资 贝资到1960年 开始到1968年 都成功了 他不能要十年 都成功了 金家一贝 所以国际的技術去引领进来 然后呢 促进产业升级 我们有一个学啊 我们促进产业升级 你知道吗 只有在减税啊 政府没有输出 没有 政府没有把那个研发 集统起来 所以一直没办法产业升级 像中国啊 中国还是等待他现在哪来 内需制等待产业升级 再加上他们所谓的备作计划 他们有 他们接下来的母能计划 是从这里方向之的 台湾根本看不到这个 我们没有一个政治家 我们在什么选择 是不是都看你呢 十年正当环境 十年拿来干嘛 不是这样黑血票 黑血票 黑血票 蔡英文放检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 好 不是 简单一概念 台湾三十年来 最大二体第一 优良的人没有胜出 因为我刚才讲 他拿不到之类 第二 拜的人 不 列的人 没有拜 优不胜 列不拜 列不拜两大特色 一 LED 明明就是列 政府继续补贴 不让他倒 二 明明是该倒的厂商 不愿意让他抬高基本公司 所以他不会倒 还倒过来 要去聘台劳 要去聘月劳 外劳 什么劳 然后一直把公司往下压 我们的司法就聘成这样嘛 那 其实我们虽然是租 我们是大学毕业的租位 那你还一直嫌我们 书念太多 我们要住得像租 吃得像租 现在连工作都要像租 那因为我们不愿意像租 所以我们去找像租的人来工作 要这样子 这是说一句 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在这 市场机制最核心概念 叫做优胜也败 台湾必须认真思考的两件事 一 为什么优的没有升 因为技术没有升 也就表示优的没有升 为什么帝的没有败 因为那一些承受不起 基本公司的长没有倒 所以我们制度问题出这里了 那优胜也败不能太荒唐太强 对不对 所以政府就只要再调取 就是说优的升一点 帝的倒一点 是不是 升级的速度跟失业的速度 控制好 然后把那个底部的 往前端一步也不送 你当然不是把最后一名 送到第一名的场 你是把倒数一名让他倒 让他进入第二 倒数第二名的场 然后让前面几个场 能够扩张 优胜也败 等机制在台湾三十年没有打 各位赚点是这个局 而且各位一定要记得 所以政府制度自己都要那么足够 这个政府制度会造成这样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我们基地学者 绝对要负非常大的责任 第二 我们的园区厂商 反正来说 政府对园区厂商 也听进口 我们台湾竟然可以搞成这样 都不敢靠一招脚跟人家打仗 我们第一 政府服务业不要 第二 耗技术的这一个产业 我们现在这种叫做传统产业 这什么欺负人的话 在德国 你看在西班牙 拉光基尼是先进科技 人家就叫机械产业 台湾的机械产业 可以变成是高精密产业 可以变成是更进步的产业 为什么你不要它 所以我们怎么机械产业 不要把人家叫做传统产业 你会不要它 你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然后你要的是什么 然后连着报产业就是哀怨 你们也不要耳炼场 你们也不要国瓜糍化 你们到底要什么 你那脑袋长哪 我当然不要 我当然不要国瓜糍化 我要的是精密机械 可以跟电子产业 并驾齐驱嘛 我要让用脑筋的人有工作做 我要让技术好的人有工作做嘛 你凭什么要让技术好的人去念研究所 你在想什么 那个不是交易扭曲 那整个经济都扭曲嘛 我明明是一个文科的人 我明明是对待别人 很善良 非常体贴的人 我就善良精致服务业 你为什么不让我发展精致服务业嘛 我本来就是文化喊两号的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发展文化服务业嘛 你就五万五千美元 你还想要高制造业 你大家败行啦 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五万五千美元的黑区一直高制造业 基本材质都没有 什么中间演员的事 对不起 还有两个人 我尽快简短会问吧 因为肥胃就迟到了 老师我想请问就是说 在你今天提到的效率 或者是业转换 或者是你提到等价的正回馈图里面 其实你并没有正面的回答说 到底人类还需不需要这么多的人口 就算在老师所提出的 self-consistent的一个project system里面 这个人口数到底是不是人还是需要这么多 那接下来就是 因为还没有回答 所以假设就和老师认为 长期来看是人口是需要 甚至老师来回答说 人口还可以再更多 但是我们必须接受说 改变需要时间 传播需要时间 所以你还是必须设想说 可能会在某一个区域跟某一个时间 会在某一个地方 人会不会需要 可是这个时间不是一天两天 很多说都是一年两年 这是一个Generation 两个Generation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在那个期间 不被需要的人 到底该怎么办 谢谢 第一句话 地球的人实在太多了 我没有少一点 我就是白讲 因为平平生成的是 那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就是 不具有节育的观念的国家 所以那个要慢慢来 人口还会慢慢成长 然后照一个点点 然后就停 第一件事 我需要它减少 不过它在此我也减少 第二件事 真的不要担心机器人 回去讲嘛 讲述这个世界上只剩两种人 有钱人跟机器人 好不好 消费等于低 因为机器人不会消费嘛 你不要忘记这件事嘛 市场要能够survive 最终要有两件事 攻击面要能够满足 需求面也要满足嘛 需求面需要谁 消费者 你不要老习 而我是老公 你是消费者 所以为什么 Mickey说 我们必须要做财富重規备 财富重規备 是为了抢救资本主义 你不要再以为 我在讲共产党 我没有 我是资本主义 但是为了抢救市场经济 我需要财富重分配 因为我要促成有效消费 不要再怕机器人 会有机器人的问题 是我们自己恶搞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机器人 我刚刚已经讲了十个 都是我们自己恶搞的 台湾今天最大的问题是 不谈台湾问题 只谈统独难律 我常常讲 我们只有蓝绿 没有黑白 只有统独不谈是罪 这是我们算是你们最大的问题 刚刚哪一位 那个 很多我们都没有问过 所以我大概只有两个 就是第一个 对不起 加一个 你没有两个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就只有一个而已 那个德国的 那一个social market economy 里面的宗教的意义是什么 那是不是 这个主义应该要 建立在一个 所谓的宗教意义上面 会比较能够达到公平的境界 不一定 不一定 social market economy 里面的宗教性 其实就是 基督教的传统要扶平 因为他们是你的兄弟 就这样 就可以讲吧 所以在那个精神下 他们他们愿意 他们是看不惯有人 挨恶受动 这个会谴责他的基督徒养心 但是不要说 中国台湾人不能学德国人 我们其实没有比人家差 我们文化也没有比人家差 我们文化的要素是有的 我们叫做 珠满酒肉冲 二度有斗食物 我们再要是不接受这件事 所以是我们被经济学洗脑 把我们的社会发展的 合理性整个给弄掉 我们的英文永续话就是说 I have a hole in my head 我头壳换不了 我们现在是 I have many holes in my head 一个一个被挖光了 我们政府一个社会 该有的非常多的东西 都被人家借着芝加哥学范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的理论 把我们这个抽掉 这个抽掉 我们拥有太多错误的社会发展的事 我们第一个要进的是我们的脑瘤 我们思想上有癌症 我们如果自己不先把这个治好 台湾没有起来 但是要治这个之前 大家必须要先走出口徒跟打击 因为那没什么意义 但是在这些这些台湾话里面是很难的 没有急迫性 至少没有急迫性 但是又很急迫的 我们性度能高等收入选择 有30年社会没发展 完全是制度绑架之间 对不起 我陪在这个各位告知 还有很多问题 您可以问一下 再一个 好 再一个 今天我听到这个是老师的作诊会 大部分都会谈资本主义的某些层面的问题 当然没有选择否定资本主义 因为市场经济 毕竟老师您认为说可以带来人类整体的进步 包括技术发展 科技发展 老师您也没有否定机器人带来人类的一个福利 很重要性 然而我们注意到的是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今 其实很多问题要跟远远解决 就我们刚刚讲的失业率的问题 还有刚刚提到说 我们就是不管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制度 投票的一个这些东西 但有办法去解决人类更远的问题 嗯 都举了例好了 资源的分配 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在座谈会 可是我们并不会跟彼此去抢呼吸的空气 对不对 就是说 你不会跟我讲说 只有我可以呼吸 你不行吧 那所以说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资源 教育 住房 生理需求 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要成为一个 如洋关水空吸一番 过手可得的资源 还是时代精神运动 真正提倡的一个终止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提到这些问题 谢谢你 我从一开始就是我 我赞成 但现实上 我不觉得他做得到 因为你只考虑到良善的一面 你没考虑到另外一件事 包括尤其中产阶级 最忍受的护血团 中产阶级是我们的 所以中产阶级会希望 每个人的所得等于他的付出 中产阶级希望 每个人的所得等于他的付出 这个事情是可能的 在完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 每个人的所得 一大堆是为了公平 这个就是order liberalism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因为不幸而无法工作的人 跟健身残缺的人 他的所得如果等于他的付出 他活不下去 所以才为德国的另外一个经济部长 把order liberalism再改 变成social market economy 他的说法是 我没有order liberalism的精神 我来创造财富 每个人得到的财富 等于你对社会的贡献 但创造财富多的人 请你秉分基督族的精神 捐助钱的人 协助那些国际 那个协助的部分就是说 对不起 我们不需要辩 我也没有跟你辩 你有很多时间 可以继续谈时代精神 我没有反对你的目标 我只是跟你讲 那一条路走起来很困难 但是order liberalism 跟social market economy 当符合中产阶级的人的自私 却可以达到 比时代精神稍微差一点点 但也就很接近 等状况 如果你不喜欢 绝对之中 我主要比数点我贴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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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没关系 凡事我慢慢一步来 我们就在这边 好 那我们先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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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参与 我说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 刚刚孟老师也在说 说 付出和使用 对社会的贡献 他都说 应该要 比较相近一点 就是即使在社长经济里面 他们也是这么主张的 但是 其实 如今在 今天 有发生一件大的事 都还知道 就是希腊在那边 对 那大家刚刚在 那个 老师提供资料里面 可以看得到 其实过去是几年来 金融业的GDP 一直有在网上 可是 其实 如今在欧洲 有非常多的生意 他们认识 说 金融业 他整个 操作金钱的方式 他的生产的方式 他从头到 把钱卖来 他去看 什么贡献在哪里 他跟他的什么 之间到底真是成比例吗 很多人开始在认真 讨论这些事情 但 希望他们今天 要公平的 某种程度上来 其实也是 要对这件事情 做出来 公开的表参 会议 那 我们将来 会 再开始运动 其实 除了科技性事业 或是 结构性事业的问题 以外 我们接下来 还会在台阶 座谈 不管是在谈起 整个金融体制的改革 也好 包括像兵党 他们现在 已经开始在 眼里说 他们要 发展一个制度 叫做自主金钱 大家也提过 就是 sober money 大家也提过 这件事情 sober money 的概念 本质上来就对接 在质疑 刚刚所说的 金融业 他们的 获利的机制 和他们造成的 种种的 经济固定 之类的 所以我们之后 也会再安排一些 座谈会来讲的 这些 就是对 现代的这个 資本距离世界 里面 最深刻的一些问题 希望能够找到 各式各样的学生 来 帮大家 做一些 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以及 他的背团 以及 结构性移植的 大非要 谢谢大家 期待 大家可以 这边 看待 这个 博总 教练 中文字幕 谢谢 谢谢